這套書是有很多選集 單獨是一本的李桑穎的選集 我家裡有好幾本 但是這一套差不多算是它的全集 叫李桑穎詩歌集簡 是中華書局出的 它有兩種本 一種是三本的 我這一套是五本的 一共有五本 那三本的其中有兩本是編年的 就是如果能知道他寫作的時間 是從他最早這樣慢慢下來 然後他也有其實不編年的 就是沒辦法查出他的時代的 他這個書裡面 他不是像 他稍微不是說對最初的 就是對李桑穎沒有什麼認識的讀者 他稍微有一點點學術的 因為他沒有那種白話 他簡實的話 他會有一些簡實 但是他標注一二三四 他的簡實是那種古人 他就選古代的人對他解釋 比如說他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有什麼詞語 他這個解釋就是說 比如說儲詞裡面出現了這個詞語 這個詞語這句話是怎麼樣的 然後李白的詞裡面出現了這個詞語 這個詞語是怎麼樣的 他全部都把它放進來了 所以你說就算學一首詞 你看他的詞語 你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很多古代的書裡面的東西 可能有的說我們現在都不知道了 詞傳了 或者有的說我們普通的學不到那樣深 但是如果你願意學的話 你可以就算一個小小一首很短的詞 你可以學很深的東西 從這本書裡面 然後他這個叫極柱 然後他又有一個孝柱 就是說他不同 可能有不同的百分 就好像剛才那個哭或者殘 他可能就會給你指出來 這個有不同 因為流傳時間久了 百分不一樣就有不同 他也給你提到 然後還有一個叫簽品 簽品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簽品和極柱不一樣 極柱是解釋這個詞語 簽品就是說是他們 他都是會是一些文人 他讀了這首詞 他說出他的感想 他說我覺得這首詞怎麼樣 好好在哪裡 不好我怎麼不喜歡他 然後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他們當時的文人 他們都有很高的文學學員 因為他們不像我們現在要學太多的 其他東西 英文或者其他東西 所以他們文學學員很好 讀他們這些你也就是 其實你也可以就學到很多 就是延伸開來 從學習一色的地上 也是延伸開來很多 然後他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這些編註者 他們這種就是比較白話的了 他寫出他的註解 他對這個的見解 這誰編的 這個他這個人的名字叫劉 好像叫劉哲 劉學凱余樹成 我到時候可以把這本書的資料 圖書館就是我 我住在法拉盛 我知道圖書館就有這個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借著看 我不知道這邊 然後這邊圖書館有沒有那麼多中文書 然後就是就學理上的 這是很好的一個版本 然後 然後 我剛才在來的時候 我就繼續讀 我每次有事 沒事我就讀 要做講座 我就更加多花一點時間讀一讀 然後我剛才來的時候 我就讀到了一段 然後就是那個 朱宜尊清代的一個文豪 他就是非常有名 非常有學問的 然後他說了一句話 我想你們可能聽到都會很喜歡 他說 他說李商尹的這一首詩 《語艷一聲》 他說他的詞語非常艷麗 這是李商尹非常大的一個特點 《一聲》就是他的意義包含得非常深遠 很深刻 而且很難猜測 可以這樣說 人所小 也就是大家都 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我們都覺得他確實是這樣的 他說這一首詩 李商尹的一首詩 我們不用管他哪一首詩 因為他不止一首詩 好多詩都是這樣 他說這首詩以句求知十的八九 如果我們就每句話去理解他的話 我們可能能懂他的百分之八百分之九 以偏求知終然了然 他說如果我們 我們每句話去理解可以理解到百分之八百分之九 如果然後回過頭來要看他通篇的意思 我們不懂他是什麼意思 說不出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或者說不能達成一個共識 你可能說是這個意思 我說是那個意思 你說服不了我 我也說服不了你 所以 然後他又說 他說定遠是一個人 為此等於不見一家 他說他的一個朋友 或者他們也同樣是學者 他就說這樣的詩呢 就算我們不了解也沒有關係 他還是很美好 還是很有價值 如見西斯 不彼時姓名 而後知其美 他說就好像西斯這個人 就算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能看見他 我也知道他很美 我給你們讀這一則的意思 我意思是說 我們讀理上也可能都會覺得 我好像讀不懂他 我的學識太淺了 不過沒有關係不用怕 就算是朱宜尊這樣 這麼了不起的學者 清代最偉大的學者 他也讀不懂 但是就算讀不懂 我們能理解一點 他很美好的地方 你跟你的內心能有一點共鳴 不同程度上的 每個人的背景不一樣對不對 不同程度上 這就夠了 這就可以了 這就是文學欣賞 我非常想強調一點 就是說 我們不是學者 我們沒必要說 我的學問不夠 我的文學修養不夠 所以我不敢談李商隱 如果是這樣 我就不敢站在這裡講了 我覺得我們都是人 如果你對人生有很好的理解 一個普通的人 就算是一個大智不實的人 他可能對人生 也會有非常高妙的理解 所以他就算不懂這首詩 他不認識這個詩 如果有一個人念給他聽了 他可能會對他產生非常高的共鳴 可能會勝過一個學者 對這首詩產生的共鳴 就好像六祖慧人 他不認識字 可是他聽到別人給他讀的那首 菩提 身為菩提術 心勢 寧靜臺 時時常扶掃 不死染塵埃 他說這個還隔了一層 那些好多認知大學者 達不到他的這種共鳴 所以我讀這一個詩 這個意思 大家有什麼 您光說李商隱 很多人誇讚他慈驗一聲 有沒有負面的評價 有啊 但是負面的比較少 整個來說的話 欣賞他的人非常多 就好像我們做講座 如果我做一個題目是 百居一記跟李商隱 我相信更多的人喜歡聽李商隱 有負面的 但是就負面的就是他 他的這種創作方式是很成功的 他有少數的作品 就是說也沒有也不太好 他肯定也有不太好的 就是說他不太好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文詞非常深 深奧 然後詞語很美 但是他這種疫情就不太高了 他有的很高 但是有的就如果不太高 那種就算是不太成功的 那種就是不太成功的 但是他作為一個非常成功的詩人 他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為他成功的作品的比例大 如果他成功的作品比例小 他就是一個差的 大家那個什麼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隨便討論 因為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每個人對李商隱都會有一種共鳴 每個人的共鳴都是有價值的 李商隱出名是在當時就出名 還是 當時就很出名 而且是在 他是晚唐嘛 到晚唐他結束之後到就已經很出名了 很多人學他叫西昆提嘛 宋代的人就有人學他 然後他們就當時那個封建時代 他們都很喜歡杜福 現在人可能杜福和李白相比的話 更喜歡李白 當時的人喜歡杜福 然後李商隱他有很多詩 他的風格就像杜福 因為他有很多 我們都知道他有很多宴情詩 就是寫愛情啊 寫得很美的 其實他有很多政治詩 他也有一些 就是那種風格很那種 清俊很那種 就是對 可能就是他達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就是對社會對人有一種悲鳴 所以他跟 從這種角度來說的話 他跟杜福很像 所以他們古代的文人其實是很欣賞 也就是說從儒家正統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們也很欣賞他 所以說他很成功 他們當時跟我們有不同的世界觀 他們欣賞他 從不同的角度欣賞他 我們現在的人 我們對那種儒家的東西 拋棄了一些 比如說軍王啊什麼的 要效忠之類的 可是我們還是欣賞他 因為他的藝術和思想幾節 真的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高度 所以我們能對他產生一種共鳴 我裡面選了一首 就是說他跟杜福風格很像的詩 然後我們待會兒可以學一下 還有就是 他們有的甚至說他很多詩 就是說跟杜福可以相比美 同學們有沒有什麼 同學們有沒有什麼 我都不應該說同學 我應該說同學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喜歡李商隱 沒有因為我理解說 大家都說李商隱的詩 他就是有的 他的情感是比較悔悉的 然後比較深奧難懂 就是他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會招人匪馳的那個 但是有的人欣賞會說是他的好處 但是有的人不好 就是他的一個 就讀不懂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從李商隱 他個人經歷 可能他的情感的 他的那個經歷有取責 或者是他自己 我覺得李商隱 因為作為一個 其實好的文人 他的那種敏感 情感的敏感 和對就是物色相遭 淪水破案的那種敏感 是非常的 跟一般人大概還是會更不同 所以我覺得他大概是他自己的那種 就是情感的很尤為的地方 很取得的地方 然後有的東西 情感他可能不再能夠表達 明顯表達 他就會故意要隱藏起來 然後他又試圖用 因為事實這種方式 他本來就是很精煉的語句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 他個人這種情感經歷 他這種性格 或者各種的這種表達方式 就造成了就是 他作品帶給人這種感覺 其實他可能也不是說 故意他一定要弄 大家都不懂 他裡面可能就是有 他的個人的這種原因啊 或什麼的 你這個問題可以有 可以有很 就是從幾點了 打敷你 第一點我想說的是 一個好的東西 可能並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 你如果要真的理解 一個好的文學作品 尤其是古典文學 你要付出一點努力 你要不懂的字 你要去查查字典 然後你要學一學 看看別人怎麼解釋的 就好像無限風光再顯風 你天天坐在家裡 舒舒服服的 可能你就得不到那種 很美好的東西 你也有可能就是說 有的好的東西是比較容易 就是天天你去觀光公園 就可以看到非常美的東西 但是有的好的東西 可能就會在極點 極地呀 或者很顯的山峰呀 如果說可以比較一下百居易 他有的是就是比較淺顯 你就可以懂 但是你也覺得他寫得非常好 達到很高的極致 但是李商隱他不是這樣的一個作家 他是需要你付出一點努力 慢慢去品嘗他 你不一定說李商隱比百居易好 可能他們一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頂尖的作家 但是他們有不同的風格 其次還有就是李商隱 就是說為什麼他寫得這樣毀色 跟他的性格也有關 每個人的性格不一樣 有的人就是比較爽朗 有的人就是比較成癒 李商隱他就是比較成癒 他的成癒也有他形成的原因 他家庭就是 他就不是那種貴公子 他不是就是那種很豪泛 我做什麼 我就我想做什麼 我就可以得到什麼 我隨時都有人支持我 我爸爸可以什麼 我爸爸很厲害之類的 然後 媽媽是沒到 所以就成癒 他不是在不同的家庭背景 可以養成人不同的性格嗎 他的爸爸當時其實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 是一個縣官之類的 所以他也有文化文學學習的背景 這是他為什麼有這麼高的文學修養 一個方面 但是他十歲左右的時候 他爸爸就去世了 他爸爸去世了 他們家道就敗落了 他們家道敗落他做什麼 他是去幫別人做苦工 就是幫別人抄書呀 就是做什麼 做體力活這些工作 而且人在十幾歲的時候非常敏感 這個時候可能就形成了他的性格 他不可能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那樣是行不通的 在他的人生 他的現實當中 這個是必須碰壁的 所以他形成了他的比較成癒的 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你們就關心到他的歷史背景 或者你們可以知道一點 什麼牛黨、離黨 你們哪個同學可以介紹介紹 跟李章穎相關的 李章穎他當時 十大歲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叫令浮楚的高官 令浮楚就非常欣賞他 或者前面我再介紹一點 李章穎當時跟他爸爸一起學 但是他真正他的文學的啟蒙老師 是他們的一個叔叔 他們李家就是唐輩的一個叔叔 叫楚氏叔 就教他 就是可能可以說是他的啟蒙老師 他就跟他學 他就培養了很好的 他本來自己肯定是很有天才的 就培養了很好的那個基礎 文學基礎 非常堅實的文學基礎 然後他十大歲的時候 他就遇見了一個高官叫令浮楚 這個令浮楚 一看這個李章穎就非常欣賞他 這個令浮楚非常欣賞他 這個令浮楚就提拔他 讓他跟他的兒子一起學習 然後他的有一個兒子叫令浮桃 他們就一起學習一起長大 他們就屬於牛黨 然後然後後來李上穎 李上穎他娶了一個妻子 叫王孟元 王孟元的女兒 王孟元他屬於李黨 他們兩個黨派互相爭 因為當初是令浮桃提拔的李上穎 然後他又娶了這個王孟元的女兒 所以這個牛黨這邊的人就說他是被恩 就是說你的師父 你的這個令浮桃這麼提拔 你為什麼你還要去跟我們的敵人結親 所以歷史學家就說他是夾在當中 他們歷史學家是說他是很無辜的 李上穎其實是好人 只是他們要歪曲他 我們不知道李上穎 他自己內心到底是不是有被恩 或者有什麼樣 或者我們可以說 從他的詩文當中 我們覺得他的人格是很高 是很高尚的 可是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你也可以說我看不出來 也可能是 人性是很複雜的 人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歷史學家 他們比較公認的就是說 李上穎是好人 他其實沒有被恩 他其實有他的政治見解 他是一個政治的人 但是就是說他就處在了這種 非常微妙被人誤解的這種環境當中 他一生都被這種兩黨之間的 就是兩黨之間 兩黨互相 你攻擊我我攻擊你 他只是一個小人物 他並沒有當到很高的官 他就 所以就形成了他的這種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形成他的這個很隱晦的這個風格 他自己的選擇 他自己的才華 他自己的性格 和他的社會背景 他成長的經歷 都導致他形成了這樣一個風格 他也非常敏感 非常 還有沒有什麼 還是我們 要不繼續吧 那我們繼續 唐詩有四個階段 大家有沒有同學 好 我們先講一下影子 所以 我特別選了這兩手 這兩手 沒有 這是我的問題 我是先做了這個 然後才是唐代的詩歌 我們 這兩手並不是李少穎最出名的 最出名量的詩 有沒有人知道這兩手詩 我知道第一首 你知道第一首 你知道第一首 你對這第一首怎麼看 這首詩的 他的傳統解讀 他表現在室內宮中 做的是這個宴會的過程 然後他這裡面很遠 也會提到歷史的典故 其實歷史上這個真正的瘦王和 真正的瘦王和瘦王 他們兩個不太有交集 因為瘦王是那個 唐軒宗的弟弟 他在開院很早說就死掉了 然後那瘦王 就是楊玉環本來的丈夫 對 說為什麼在那個時候 這個像是瘦王 對他的技術 就是他是一個 單於玩樂的這麼一個人 他為什麼可以睡得很純粹 而那瘦王 他為什麼在別人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睡不著 他也是一個歷史的故事 這是別人的解讀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對這沒什麼看法 我其實很喜歡這兩首詩 可能 我剛才也想說 就是我只想給 因為每個人讀理商品 會跟你自己的性格 跟你自己的文學修養 跟你的那種情趣也有關 可能有的人不喜歡這兩首詩 不過我比較喜歡 因為我覺得他很辛辣 他很辛辣 他並不是那麼 很 委婉 那是辛辣 他用很委婉的手法 說了很深層的事情 我覺得有的人可能會喜歡 比較淺顯 清新一點的東西 但是我比較喜歡 比較深一點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首詩寫得很深 還有我覺得李商隱給我 就是我提供一點我自己的感觸 給你們一點那種 就是 絕對不是說是正確的 我只是說 我提供一點我的那種 我覺得他李商隱的一個非常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非常深刻 如果我讀到他的詩 我再去讀別人的詩 我覺得 好像我就不太喜歡別人的詩 我就喜歡李商隱的詩 因為 你讀了深的再去讀深的 好像就沒有那麼大的吸引你 然後 我們講一講這個龍詩 龍詩就是唐代 這是講的唐明皇的事情 他們唐代其實是非常開放的 就是說他們李商隱作為唐代的人 他居然敢諷刺唐代的皇帝 如果在清代和明代是絕對不可能的 馬上就 所以他們雖然諷刺他 我們覺得唐代的皇帝還是有很開明的一點 這個跟中國的歷史發展有關 發展到越後他的進步越多 還有唐代的李嘉 他們是有外族噱頭 他們不是純粹的漢人 所以 而且 因為這個原因 他們就是在那種 我們所謂的亂倫方面 他們也沒有那麼太覺得 覺得是非常非常怎麼樣的 他們覺得好像還是可憐 因為他有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他們不就有那種傳統 比如說 哥哥死 弟弟就接嫂子 接嫂子 他們就覺得這是很正常 很衝 所以大家都有一種 我們覺得這是非常不可理喻的 但是他們覺得這是可以的 所以 為什麼唐代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也可以反思 我們自己的漢族的文化 我們認為錯的 難道一定就是錯的嗎 什麼 亂人之類的 難道必須就是錯的嗎 只是我們漢族認為是錯的 少數民族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說 文化可以讓你開闊你的眼界 對不對 不是什麼是絕對的 別人告訴你什麼是絕對的 就一定是絕對的 不是說孔子 或者到後來的孟子 朱熹他們說是二臣 他們說是怎麼樣 就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否定它 雖然也許我們 別人不贊同 但是你可以問個問題嗎 我想知道說 您為什麼這麼喜歡理商 你不是跟你的生命中 什麼是契合到的 因為我看到 因為我學歷史 我學歷史我也比較喜歡哲學 我覺得這樣的話 就不是迫使是我自願 去學到很多 也許我 比較深的東西 我認為是比較深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討論什麼 西藏是不是我們的 新疆是不是我們的 可能我們做 如果一個沒有 就是說不怎麼學歷史 或者說 如果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 那肯定是我們的 怎麼會不是我們的 那就是我們的 然後可是你知不知道 那個西藏大概是唐代的時候 才是我們的 才是所謂中國政權的 那之前它就是少數民族的 新疆更晚 新疆是清代的時候 才被統一 所以如果對一個 學歷史的人來說的話 我就會想 這是真的嗎 真的 你說 就是你的嗎 只是因為你有這個權力 說是你的 只是因為你的聲音 可以被別人聽到 這才是 我不是說我支持 支持西藏的獨立 我也不支持他 因為我也是從大陸出來的 我只是就是比較懷疑 就是說別人告訴你是什麼 如果你多看一點內容 多知道一點知識 你可能就會想 他告訴你的難道真的是這樣的嗎 或者不一定 可能他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 他說是這樣的 這個好像跟李上穎更新不到 不過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學習李上穎 可以學到 可以擴展到很多人性的世界的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喜歡李上穎 我就覺得 好像就那樣 但是如果我看李上穎 我就覺得他確實說中了 確實是這樣的 他有他的懷疑 我也有我的懷疑 他的懷疑跟我的懷疑是默契的 我覺得他並沒有盲從 當時他的社會 他的倫理道德告訴他的 他在反思 而且他的這種反思 我覺得 我覺得是正確的 我覺得是跟我很契合的 所以我比較喜歡 喜歡李上穎 你們有什麼 你們覺得你們喜歡李上穎 也是這個原因嗎 所以你覺得李上穎 是他之前的朝代 之後朝代的世人 都沒有可以與他媲美 對於你來說 沒有 就是說是一種偏愛 我比較喜歡他的這種深刻 你說他那個深度 你覺得是沒有別人 可以更好滿 你這種對深度的理解了嗎 還是說 可以 比如說李白的時候 比如說李白的時候 我也很喜歡 但是李白的是 他的側重點 是在比較飄逸 對不對 比較豪放 如果你的審美是 你比較在意 比較豪放 比較飄逸 比較優先的那種東西 你可能就更喜歡他 如果你更在意一種 對人性的反思 對社會的反思 可能你就會更偏愛 李上穎一點 也許 只是你的一種偏愛而已 你可 對不對 沒有什麼 李上穎一定就比他 李上穎肯定也不可能 說他就比李白 或者杜甫 或者其他舒適 或者什麼好 只是說他契合了 你心中的那種 你比較在乎的東西 你比較想去思考的東西 那我想知道 有的同學是 聽著李上穎就想來聽 我那次在圖書館講座 我也沒想到很多人來聽李上穎 因為我覺得他跟李白杜甫相比 畢竟可能通俗的說是第二等 對不對 但是他們很多人來聽 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還是非常喜歡李上穎的 那你們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們喜歡李上穎 是什麼原因 你覺得李上穎非常有吸引力 我覺得最直觀的 就是他一些詩 包括大家認為非常灰色的一些詩 我們即使讀不懂 但是我覺得他打動了我的內心 對呀 就剛才這個朱一尊 你跟那個大學者的觀點一樣 讀著好聽 讀著好聽對不對 其實其實有其他是讀著也好聽 但是他這個好聽和那個好聽 有沒有什麼區別 更好聽還是 婉約艷麗 什麼 婉約艷麗 又婉約又艷麗 對不對 就是又含蓄 但是又那個非常 我也覺得他非常艷麗 我選了一首非常艷麗的 就是他直接給你提出一個色彩 你看著他你就覺得 花紅柳 雖然花紅柳綠 但是也很深刻 所以我就非常喜歡 就是因為你讀到一些劇歌的時候 然後你覺得被打動了 對啊 或是有顧名 然後你有親切感 然後你就願意再去看他更多的事 余先生 你建議我講理商人 你要怎麼開發 不是 就是因為我覺得講理商人 我所認識的不多 但是你那次講我沒機會去聽 那我們再繼續講這個 所以我們能講幾首 我們就講幾首 但是把就是能講到的這幾首 就是拓寬一點 農池是那個唐明皇的時候 就是他們的一個宮殿 他們在那個農池 農池殿就是大打宴席 就是八天九地了 農池炙酒產雲品 就是皇帝製酒 就是跟一群大臣 他喜歡的人 大家在一起喝酒 把雲品打開 這樣就是開宴了 就是一個很高興的事件發生了 就是大家一起君臣同樂 然後節骨身高眾樂庭 這個節骨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西域 也不是漢族的 是西域的一種樂器 這種樂器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聲音特別高康 跟其他樂器 如果一敲這個鼓器 他聲音都被壓下去了 只能聽到他的 這是唐明皇他非常喜歡的一種樂器 所以他用這個樂器看 就是點出了 如果是他們當時人比較熟悉 熟悉當時的情況 他們就知道這是在說唐明皇 因為他非常喜歡這個 然後完了 就是他說這個他們這個夜 就是這個黃歡的 黃歡舞會 就寫了這樣兩句 寫完之後呢 他並沒有寫誰出場了 就有唐明皇 那上面寫請到什麼人 有什麼女性有哪些 或者有什麼 然後他就開始寫那個 夜半夜歸公露雲 他說到了半夜兩三年之後 就是派對就結束了 然後就回到自己的宮殿 各個王子回到自己的宮殿 然後公露雲 就是他們的計時器 就是一個沙漏 他就滴滴滴滴 就是從一個很歡樂 很熱鬧的情景 切換到一個很安靜的地方 然後血王成最瘦王型 然後他就可能有很多唐明皇的兒子 子侄參加這個 他就說了兩個人 他對比這兩個人 他說這個血王就是 就是那個晚會之後呢 他就累了吧 晚累了 喝酒也喝足了 就睡著了 他就睡得很沉 沒有什麼心思 睡得很那個 然後射王醒 射王睡不著 他為什麼睡不著 他睡得著 他沒有點名 但是實際上我們知道 那個楊貴妃是 那個射王以前的妃子 然後後來唐明皇喜歡他 就把他弄到那個 去當遺孤 然後最後就 就曲線了一下 最後又從那個把他 不是遺孤 倒孤說錯了 然後倒孤 然後又把他從倒孤 轉成他的妃子 所以 所以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比較 從漢族的角度來說 就是一個很 很不 很不道德的 但是他就諷刺他嘛 他諷刺他 但是他諷刺得很那個 很 很曲折 雖然曲折 但是當你看懂之後 你就覺得很深刻 很 很辛辣 很尖刻 這個 我們剛才說 這個不一定就 沒有什麼對錯 他 他覺得他的兒媳婦 也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 從李商隱的角度來說 他就覺得這個 肯定是不太好的 所以他就諷刺一下他 他覺得皇帝怎麼這樣的 所以 這也體現了李商隱的一個特點 他比較喜歡講這種美女 美女這樣 這些故事 不代的美女和軍王這種故事 他從這種美女這種切入點 去談國家大事 後面 我還選了幾首 也是這樣的 所以這首詩子 比較有他的特色 他就是他寫的 寫的很 體現了他的什麼特色呢 很曲折 又很辛辣 也很深刻 對不對 他是比較 體現了比較深刻的一個 所以您是覺得 李商隱他這種辛辣 是一種 就是像 史學家的詩筆一樣 對不對 就是有一點 就像比如說 像春秋一樣 他一個字就可以點出你的 這個 可以說是春秋詞筆 但是我覺得他是比較走偏路的 因為 可能一個正統的那種 史學家或者文學家 可能他就 直接就不提這種事情 他們就去關心什麼 打仗啊 人民的生活啊 或者其他那些 他們就覺得 可能這種是要的 但是對李商隱來說 他比較關注這些東西 他覺得 至少他寫的比較多 就是讓我感覺他 我說說我個人的感覺 好好好 我的感覺 李商人 這給我的感覺 這個目標不是 這個皇帝啊 這個事情 就是說 他是在考慮 他是在想這個授望 他是在想授望 所以我念的時候 我也在想這個授望 所以對這個事情 就是說 一個人性的這個 conference 這個conference 是很重要的 張藝都在這裡 所以那個是我的看法 我的目光是看著這個授望 就是李商人能夠想到這個授望 就想這個授望 你想一想 他的處境是怎麼樣 對呀 他的屈辱 他的屈辱 他的遭遇 是怎麼樣的 或者其他的人 會不會遇到像類似的遭遇 或者比如說是層子 可能角度稍微換一下 但是情景可能是像類似的 也可能就是說 不是妻子 或者是你的什麼利益 被剝奪了 或者怎麼樣 就是很屈辱 所以他能產生公民 他可以替換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事件 但是他這種不公平 人類社會的不公平 或者這種複裂社會的不公平 我倒是想到很多 imagination 這個就是放下這個 瘦王跟這個楊貴妃 他們的愛人們的愛情 對啊 他們當時 他們的愛情到底怎麼樣 所以 這有個討論對不對 楊貴妃和瘦王的感情 聽說也還行 但是好像楊貴妃跟那個唐寧皇 他也挺高興的 所以他是不是就是說 我的想法是 是不是 就是這種文化的標準 對他們當時的人來說 也不覺得是什麼太不道德 所以至少是在可以 馬馬夫夫 國默夫夫 就是可以接受的範圍之類 假裝訓一下 當一下道姑 然後就不是他的被子了 就是掩耳道理一下 好像你覺得自己可以接受 別人也可以接受 沒有屈辱到要死啊 或者怎麼樣 馬斌是我們的親戴團的團長 馬斌我就問你的 這個精確可以寫一個 絕本之以瘦王為主 這個愛情會主 據說 我聽說 據說瘦王 在原來和楊貴妃 楊貴妃感情也很好 對啊 但是所以很難理解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楊貴妃他是什麼心臺 他是覺得跟那個唐明皇 去更有前途嗎 或者他是不願意 然後不被強迫嗎 我是覺得楊貴妃想 他對音樂的舞蹈 他非常理解 我覺得他跟唐明皇的好 我覺得 就不是說他是因為他 他是皇帝 你看唐明皇他對這個音樂 也非常驚訝 我覺得這種是一種 心理上的直接 我覺得他 比你說他就假裝說是因為皇帝 我認為這個過程應該是比較複雜 人的這個心態肯定是漸變的 他又當了一段道姑 不過他這個 估計裡面唐明皇也得派人去 慢慢地勸出他 反正慢慢地 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這個有道理 因為唐明皇他也是才子 對啊 對啊 他通音樂 然後楊貴妃會跳那個舞 我肯定比我更懂 叫什麼 寧相宇 寧相宇 聽說是從月亮上傳過來的 那是不是可以說這一個好的詩 就是他對這個動作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對啊 而且他很有畫面感對不對 前面一個他提供了你一個很熱鬧的畫面 後面一個提供了一個很安靜的畫面 這個對比非常強烈 在對比你強烈之外 他還給你提供了很多東西 你看他在幾個字 二十幾個字 他可以說出來多少故事 而且有 就是說對人性的那種詮釋 可以有好多 多元的角度可以去理解他 其實我已經把這個故事解釋出來了 可能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不同的 你覺得他是怎麼樣的 你覺得他是 就是我意思說在同等的 我們都懂得這個詞語的基礎上來說的話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 對他不同的解釋 我有時候就想說 真的是薛王就真的成罪 寧王就真的是醒了 因為我想說 寧王他比如說他獻出了楊貴妃對不對 那其實唐明華應該會給他好處對不對 就是說 我覺得他就是說 會給他一定的補償 我覺得他在他的這個 皇祖中的地位 我覺得他是 就是 就像一股張力一樣 其實他是 我覺得是一種 利益是有平衡的 我覺得他未必就是說 儘管他可能不願意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還是 在不願意裡面 他有他的所得 或者可能是 薛王醒著他想 我要怎麼去跟兄弟去爭辣 可能薛王就說 反正就這樣了 就 我想 好處倒不一定 但是可能 就是說至少他獻出了楊貴妃 可能就不會受什麼迫害 或者什麼 不會有他的失敗 然後 然後 還有你剛才說 然後我還想有一個問題 你覺得 大家覺得我們現在討論他這個東西 有意思嗎 比如說什麼 什麼 你剛才這樣討論李商演 討論這個事太多 太沒意思了 往一邊討題 就是李商演這個深層的地方 我們要討論一下 就是做一個例子 他可以升到什麼地步 他可以延伸出去延伸到多少 而且可能有的人覺得沒意思 有的人覺得 他這種家庭公廷的生活 就折射了一種社會生活 也可以說是有一點的意思 然後我們去第二 沒什麼意思 第二首我覺得更深刻 然後人欲 人欲 就是人欲是什麼 就是人的慾望 而且他這種詩 是李商演的一種詩的特點 李商演有一個非常出名的叫無題詩 無題詩 無題詩 他直接就是沒有題目 叫無題 但是這種詩 他是用他頭兩個字 作為題目 他也是無題詩的一種 就好像景色 也是無題詩 其實他沒有 就是沒有用一個題目 來涵蓋他的意思 他只是把頭兩個字取出來 所以他也是無題詩的一種 後人家的吧 不是他自己 你的題目吧 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後人 我不確定 但是就是說 可能是後人做他的題 做他的極致的時候 直接不用無題 而是用人欲 我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也是無題詩 他也屬於無題詩的戰爭 人欲天從盡不易 莫道圓蓋便無私 人的慾望 人有慾望 天就要順從 好像沒有什麼疑惑 莫言圓蓋 圓蓋就是天 天向圓蓋 地向那個什麼 大地就是 蓋著大地 便無私 就是說 你不要說天就是無私的 這個字面是比較清楚對不對 然後情中已久 烏頭白 卻是君王未卑之 這是一個典故 這個典故就是那個燕子丹 就是那個荊蝦刺琴的時候 那個秦始皇他把那個太子丹抓起來了 他好像就是說 照理是作為人質 應該把他放回去 然後那個秦始皇就不放 就是說 除非是那個屋的頭髮白了 然後 什麼長久了 羊長久了 還是什麼長久 就是一種不可能 就好像黃河水蓋一樣的 那種情況發生 才會把他放回去 就是那個記載那個故事的書 不是真的 他就說 當秦始皇這樣說了 然後太子丹就太喜了一下 但是烏鴉的頭髮真的就白了 然後頭上的毛真的就白了 他們就把它放回去了 然後他說 群中就是那個西亞那邊嘛 他說 他說 烏鴉的頭髮已經白了 可是君王還是不知道 這首詩其實 我是這樣理解 我覺得他說 我們常常會說 好人有好報 都有因我報應 就算 這輩子報不了 下輩子還會報 總而言之 你做好事 一定會有好報 做壞事就有惡報 可是李商隱 他不同意這個觀念 他說 你們說 人有欲望 天就會順從 從來不懷疑 然後還說 上天是無私的 上帝是 愛我們的 上帝是 會懲罰那些不公平的 他反問他 他說不是 然後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 他舉了一個不公平的例子 他說 秦始皇應該把太子彈放回去 可是 他就是 他沒有做到 應該做的 就是做一種正義的事情 他沒有做到 他做的是不正義的事情 君王也不知道 他整個詩的意思就是 他就在 他這種詩 他就提出了一個 我並不相信 好的就一定有好報 壞的一定就會受到懲罰 可是我覺得 現實生活中 我們大家可能都會這樣說 這樣安慰自己 而且我們也一面去相信他 因為相信他 可能對自己 心裡面比較好一點 但是李桑瑩 我覺得他 他從這首詩裡面 他寫出 他至少他說 他是不相信的 他認為不是這樣的 所以他有很多很 就是說 超出普通人 就是那種自我安慰 或者自己 就是自己去把事情 想得比較美好的一面 他 他能夠感覺到 有很多 世界上很多事情 並不是那樣美好的 然後他把它說出來了 他真實地表達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他那個成功 也是他比較真誠 因為 他並沒有 就是那種很虛假的 去說一說 好聽的話 或者怎麼樣 大家有沒有什麼看法 或者這首詩 也不是他最出眾的一首 是因為他在說裡 他並沒有那種 他的那種特點 什麼很艷麗 很華美 很華美 對 你覺得 是不是這首詩 和那個 宋代講究 以禮入詩 宋 宋 宋代講究 以禮入詩 那這個是不是 這首詩 從這首詩中 我們可以敢 找到宋詩 以禮入詩的 幾個字呢 可以說他們會受這首詩的影響 宋代人 宋代人 宋代人他們很喜歡 我們不能排除 就是宋代人沒有受這首詩的影響 因為他很出名的詩人 而且他有相同的 我就是說 是不是受影響 就是說影子 就是一種這種意識 然後不再翻翻翻 你說藍傷於詩 對 可能是 但是就是說 他們宋代人 他們宋代的文學家 什麼都肯定有自己的思考 但是 他的思考都是建立於前任 他們會都去讀他們前任的作品 他們受的那種影響是多方面的 就是說 從多個角度得到的 積累起來自己的 所以肯定可以說 他可能是會受這個影響 只是說 我們不是說 有絕對的證據 直接的影響 但是我相信是 我覺得這首詩其實 還比較白鳥對不對 對 字面上是很簡單 所以是你自己去體會什麼 我覺得他字面是比較簡單 但是他說的那個意思是比較深刻 對 我就說他也是白鳥到手把 對 他沒有什麼 俗詩一樣 他會把那個理 就是在詩裡面 就是他那個 好像是走樣冠 對 他只有一個典故 有時候他一句話裡面 就可能有兩個典故 或者三個 李章穎他是非常喜歡用典故 因為學問比較好 他們就是比較精通這個 他就要用這個 然後據說他寫 據說他寫詩的時候 他要弄很多書在這裡 翻翻翻翻 這樣寫出來 這就是一個說法 背得下來了 他肯定也能背很多 要不然你背不下來 你連查都沒辦法 因為他是學詩 是好基礎 塔基那個是吧 塔基 好像是 那好像就說是 中國最早的類書的一個起源 這個對他就是一種 比較貶 貶硬的一種說法 就是一直去翻書 但是我覺得翻書這個 只是一個表面層次的 關鍵是他的思想 達到什麼程度 他的那個 就是他的意思說到了什麼 其他朋友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看法 或者怎麼樣 或者喜歡不喜歡 沒有我們就繼續 下一個是唐朝死期那個 那是要先認識 你們誰知道 誰不知道應該說 誰不知道唐代 詩歌 會分為四個階段 就是要不是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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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唐代 把唐代表在頭上講一下 這個大概是 史蒂芬爾文的一個分法 什麼 就是在西方案內 怎麼分呢 宇文索案內 那首先是二類堂 然後大概是在 中文叫什麼二類堂 初堂 初堂 就是 對就是初堂 然後就是嗨堂 然後就是我們說的那個聖堂 聖堂 他英文是用的是嗨這個詞 然後 中堂 然後就是沒得 然後中堂開始就是暗時之亂之後 然後後來是晚堂 然後那裡上演就是晚堂的一個代表 那初堂 初堂的代表作家誰可以說一個 是那個 是宮 非常好 陳子昂他不是那個 他是一個那個時候特別突出的一個人 他開啟了可以說 他影響了那個聖堂的時刻的風氣 但是陳子昂並不是那個時代的 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那時候最盛行的是宮廷的 誰是最典型的代表 初堂世界誰知道 王堡 羅賓王 羅賓王 楊久 楊久 還有一個叫什麼 溫婷君是什麼時候的 哪個 溫婷君是什麼時候 溫婷君是什麼時候 溫婷君 溫婷君和李善迎共稱溫禮 就是說 就他們比較艷麗的這種風格 他們共稱溫禮 然後 李善迎又和 杜牧共稱 李 杜小李 然後山堂 李白 杜福 王維 高氏 王成林 很好很好 然後 中堂 白均衣 原白 然後還有那些大力士菜籍之類的東西 他們就是韓語也還有他們都是 非常好 中國文學院 然後李善迎就是 就是那個 晚堂的 所以就是一點常識 然後可能有的人不知道 然後這個比較重要嘛 那我們往下面 然後這個其實 就看一看 可能大家看完也記不住了 所以知道他是晚堂的就可以了 他那個 他 四十多歲就去世了 所以時代病 那個 生命病不是很長 可是他很 給我們留下了這麼 這麼好的東西 非常 非常可貴 古代的人他們比較早熟 十幾歲就已經成人了 就已經 八十四十尾 啊 這裡 他就是 就是剛才我們已經 介紹過 這個我覺得比較有意思 古丹的人他們對李章穎的詩有很多評價 他們評價不是像我們 現在只想評價 寫得很好 我很喜歡 他們用非常美好的 非常 而且就是非常有那種 非常美好 非常好的 語言來瞭解他 他說寄託搖身 構思性命 易景含蓄 這就體現了那個 就是中國文學 或者中國文化比較抽象 不是像西方的 文學比較系統 或者說我們的思考 或者哲學思維 我們是比較抽象 用比較抽象的詞語 讓你去理解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看這些詞 可能整體來說 你也覺得好像整體不知道在說什麼 但是你看每一個詞 它就給你一種比較形象的感覺 比如說生晚 生就是很生晚 就是很婉約 盤絮朦朧 這就是他們用的詞語 我把它放在一起 他們其實就是比較有他們的共同特點 這個他 他們的評價很高 他說可空百代 就是說 數了一百個朝代的話 都沒有人可以跟他 跟他相比 讓他們都變成空空的了 就因為他的存在 然後所以 這就是比較 稍微 系統一點的 他有比較婉轉 然後他比較喜歡寄托 然後優美 我選的詞語 深情執著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也很深情 冷峻深刻 這也是我對他的一種 而這一首詞 這首詞也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他的政治詞 他的愛情詞非常出名 但是他的政治詞非常出名 賈神叫賈怡 是漢代初年的一個文人 他寫了一篇過情論 我記得以前我們上中學的時候都寫 所以他是很有才華的 可是他的遭遇 他並沒有受到就是說 好像是屬於懷才不遇 懷才不遇 這首詞他就是寫假聲 就是 他說宣實求賢仿著成 宣實就是那個漢文帝的一個宮殿 他用這個宮殿帶起這個皇帝 他說這個皇帝啊 他其實他是在尋找人才 他尋找人才是為什麼 照傳統的說法 尋找人才是為了蒼生 是為了老百姓 或者為了設計 為了這個國家 是為了國家或者為了人民 仿著成就是被貶 被貶 被貶的臣子 被貶的人 然後 他開始就是說 他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 然後假聲財調更無倫 然後這個假儀這個人呢 他就是非常有才華的 所以這個皇帝就把他找到了 然後後面他就有一點轉折 他本來是想找人是為了國家 可憐夜半虛潔習 不問蒼生問鬼神 他說可憐就是可嘆啊 就是很叹息 古代的人 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椅子 椅子是從西域傳到我們這邊來的 從唐代還是宋代 宋代好像傳 從那個絲綢之路傳過來的 古代的人他們是一個席子 是跪在地上的 本來軍王和陳子談話可能有一點距離吧 然後就跪在這裡 可是越談越投機 就越坐越攏 然後前面的席子都空出來了 他們就談得很投機 你知道第三句還給你一個懸念 他先是在找一個人才 為了國家為了人民 然後他又找到這個人才了 然後他們又談得非常投機 可是呢不問蒼生問鬼神 他說這個他們談話的內容是什麼呢 皇帝像這個人才 他向他詢問的是什麼 不是人民是鬼神 是怎麼樣 蒼生不老為了他自己 所以他這則是寫得非常有技巧 他就是說前面一直給你一個推 越推越高 最後突然跌下來 其實他是在諷刺他 並不是在抬高他 他也在諷刺皇帝 唐代他們是姓李 他們認老子作為他們的老祖宗 他們把道教作為他們的國教 道教和國教同時作為他們的國教 所以他們非常喜歡那個 追求長生不老 然後這個燒鞏煉丹 然後當時唐代的國力又很強盛 長安是當時據說是世界上最大 最富裕最繁華的一個城市 所有的外國人 就好像現在的紐約一樣 這是歷史學家考證出來他們說的 有很多外國人在長安 所以他們國力很強盛 國力一強盛就開始覺得沾沾自喜 就開始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就開始想我活一輩子還不夠 還要活五百年還要活多少年 然後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求仙 就是他們就喜歡搞這種神仙的東西 李沙影很顯然是不相信的 他覺得這種東西是很無聊 沒有價值的沒有用的 所以他寫這首詩諷刺那種軍王 這首詩可能比那個什麼 那個農職那首有意思一點 有沒有什麼看法 他的語言也很好也很 其實並不是很複雜 但是他的利益很那個 利益比較高 很精簡 很精簡 但是很精簡很深刻 然後他體現了 他對社會的一種思考 處理在他的社會 他覺得軍王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怎麼樣 為這個社會更好一點 而且他的技巧也非常好 我很喜歡這首詩 這是政治詩 我覺得他那首就是有點 節奏感層層推進 對啊 他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一層有一層的意思 而且都是好像是非常正面的 可是到第四句突然一下跌下來 然後就是他的藝術技巧比較好 這一首詩 我看我們就 我們不講這首詩了吧 我們這一首 這首詩我覺得也比較有意思 它是一個典故 它是說的那個精靈 精靈就是南京 它說地顯悠悠天顯長 這個精靈它是聚了長江之血 所以它就是有那個地利 然後天顯 據說那個長 那個南京是對著什麼星 那個星座就是說 是有帝王之下 就是說是一個 是做一個都城是有保障的 就是上天也保留它 地利也是非常有利的 也是非常有利的 精靈王氣因遙光 我猜那個遙光就是那個星座的名字 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一個作為那個都城 或者能出現國王的那個 就針對著那個遙光那個星座 所以從天時地利來說的話 都是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不會什麼失敗 不會被那個被別人打敗的一個 一個王朝 然後但是它後面這一句 它馬上又是轉折 這是它的一個特點 它喜歡前面說的比較 好像是比較正面 然後後面又說 它說修花此地分天下 只得徐飛半面莊 你們知道這個故事嗎 它是在那個南朝兩代的時候 南朝兩代的那個 那個最有名皇 梁武帝蕭衍 那個著名的火教的皇帝 然後他的其中的一個兒子 叫做蕭毅 然後他在那個侯景之亂以後 當時的那個什麼 昭明太子和那個 蒋文帝蕭剛都已經 早已經死掉了 然後這是那個小 那個比較 平時並不是很得宠的一個兒子 叫那個蕭毅 梁元帝 他成了那個皇帝 然後當然他 在不久之後他也死了 當時的局面是很亂的 然後那個蕭毅 他早年娶了一個正妃 就是這個徐氏 他是出生名門 他的家裡很有勢力 是那個一個很有名貴族 然後這個徐氏呢 但是他和這個梁元帝 當年的王子他們兩個 感情特別的不好 然後這個徐氏他也很放蕩 他就是見了很帥的男子 他跟人家就是有些事情 因為他們那個時代 並不是像後來那個時代 對 然後那個梁元帝 他也有自己的妃子 結果他們之間 誤會有很多 感情特別的不好 然後但是因為這個徐氏 他有一個那個兒子 所以說那個梁元帝 一開始對他 還是講一些情面的 然後結果當時他們倆 這個女人 他平時他很憂悶 他喝酒 然後那個他和這個 皇帝肯去見他 兩三年見一次 然後這個梁元帝 他是一個瞎子 不是 他瞎了一隻眼睛 然後這個女人 就為了氣他 他就只畫一面的窗 另一面 所以已經看不見 然後後來這個徐氏 就是說因為他 當他生了那很得寵的兒子 已經死了 然後這時候那梁元帝 他很寵的另外一個妃子 就是也死掉了 然後這個梁元帝 就這個時候 就牽動於這個徐氏 然後就把他刺死了 然後後來這個梁元帝 也跟他之間沒有任何感情 就是他死了以後 他也不算是我的妻子 基本上他的屍體 歸還到他的本家去 就是他們的故事 我看你歷史學院好不好 有必 幸好我沒講 我都記不住那個環天叫什麼 然後他 我意思是說 這則是再一次說 李沙穎他比較喜歡講這種 君王和他的妃子 女人之間的這種關係 但是他這種 有一種好的藝術效果 就是讓 就是 就是有一點 那種紅粉佳人 之類的那種 那種就是 我覺得他這種是 一種比較好的技巧 如果你只講國王 只講政治 可能很枯燥 很灰色 但是他加入這種 後悔之類的東西 就讓他色彩變得很鮮明 而且覺得比較有吸引力 比較 有一點煉情 或者有一點那種東西 在裡面 讓詩歌 變得有吸引力 但有吸引力的同時 他並沒有讓他變得輕薄 反而就是說 他讓他變得還是非常深刻 他說你這個城市 你男人或者君王 覺得有多少多少優勢 可是你一直 這非常諷刺 對不對 一個國王 因為你一直眼睛 所以我只花半邊 半邊你 然後就是非常藐視你 非常 所以他就是說 他其實也是在說 就是說 什麼地險啊 天險啊 這些都是不可信的 我懷疑這些東西 你得到的是什麼 只是大面妝 連一個妃子都可以諷刺你 所以你沒有什麼 什麼正統性啊 或者沒有 好像他懷疑的東西很多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特別是沒有聽到過這個故事 你聽聽這個故事 覺得很有意思 對他大面妝 所以我覺得他的 藝術魅力 是跟他選才也有關係 他用這些彩 其他的詩人 好像沒有像他用這麼多這種 從歷史上這種 比較跟 有語心在裡面 談政治 寫這麼多 他非常多這種 是他的一個特色 請你找一下 這首詩我也很喜歡 很多時候很喜歡 這首詩也非常非常的 很深刻 也跟大家 就是大家普通有一個 覺得世界是這樣的 他往下面走到一步 你們知道和氏幣嗎 和氏幣 就是一個叫和氏 他找到一塊幣 其實是個美玉 他把他送給楚懷王 然後 可是他說 這個就是石頭 把他的腳砍掉了 等他去世了 他的兒子當了國王 他又送回去 把他另外一個腳也砍掉了 然後大家對 後代對這件事情 都有很多很多的討論 就是說大家覺得有很多想法 李長印在這首詩裡 提出他的想法 很多人就說是懷財不育 或者說是國王很昏庸 或者怎麼樣 但是他說 他當時是在 是在那個地方 一個地方 當一個小小的官 但是他好像就是 他就感覺很 很沒有前途 而且就是 就是他的上司 或者同事 也沒有什麼共同語言 而且也沒有什麼追求 他就想辭官 他就描繪他的 他當時的一種情況 他說黃昏封印點行圖 黃昏一天結束了 黃昏的時候 他當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文書的官 就把這些文書收起來啊 把印收好啊 然後 只是一個縣級的之類的那種官 就是有什麼行圖 就是那種具體事物 然後他就說他幫忙的時候做這個事情 實際上如果說 照李昇寧自己 我們猜測 從他內心的角度 他可能覺得 他可能做更高更偉大的事業 而不是做這種小小的事情 可能他覺得 這種事情 是不是對他人生的浪費 或者對他才華的浪費 我們可以這樣猜測 多負金山如座玉 就是那個金山 他們說並不是那個核式 剪到那個核式筆的那個金山 但是他都叫那個名字 所以詩人他網面也不拘疑 一定要說是同一座山 都叫那個名字 他可以就聯想到 就好像 我們也可以聯想到一種事情 這個聯想到 不一定 就像數學或者科學一樣非常準確 他就看到那個雄偉的金山 在他的前面 他看到自然的一種雄偉的東西 他自然就聯想到他自己的身世 前面一句後面一句 本來已經是黃昏了 做的是很無聊 很不想做的工作 我就看到一個很雄偉的 很雄偉的山 我就產生了一種 對我人生的一種感叹 然後他下面就說 別人對那個辯和有很多種看法 可是他的看法是 他說 我其實很羨慕那個辯和 他把兩隻腳都被砍掉了 因為他兩隻腳都被砍掉的話 他一生都不必要去做這種小關 然後去迎逢你的長官 去對應這些瑣碎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提議很輕盈 他之前沒有人說過 會羨慕那個辯和是把兩隻腳砍掉 別人都是非常同情或者覺得非常可恨 或者覺得很可悲 可是他說 我羨慕他把雙腳被砍掉了 因為他就不需要去做 像我現在這樣 這樣 那辯和是有一種懷彩不欲的這個含義在裡面 他也有一種懷彩不欲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 他可能 可能不是他真的意思 可能只是他的一種 他是一種反的說 但是 他就是說 他的一個特點 李尚寅的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他很有心意 所以他一個普通的歷史典故 他可能會就是出現出 別人沒有想到那樣的 他把它翻了一層又一層 翻出很多新的意思出來 所以我還 我覺得這個 我很欣賞他 他人翻出這樣的意思 你從 比如說你從其他人的詩裡面 可能他們就不會 就不會出現這種 是他的一個特點 他自己 算是太時常了 謝謝 我們再往下面走 這一個也是 《懷彩不欲》 上帝春天 惠眾名 襲人 陰夢到清明 迎輪摧烈 孤身族 卻未知音 不得替 他說 就是上 而且他這個詩 這個詩就表現他另外一個特點 他比較喜歡寫神仙 或者那種 題材 這種題材 就讓他的詩 比較有 比較有意境 比較優美 比較出乎大家的日常生活之外 讓你比較習慣 就是 也就是他的一個 藝術特點 跟別的 跟別的詩人不同 比如說 杜甫的詩 你可能會 會覺得比較 沉悶啊 比較普通 他肯定是好 對不對 但是可能會 他的題材比較普通 但是李尚演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 不是那麼普通 他喜歡寫神仙 比如說很遙遠的 山海 旁邊有什麼很高的樓 有什麼大海的明珠之類的東西 他這種選材 就讓他的這個詩 就很有藝術性 就很吸引人 他說 上帝在那個軍天 他把天分到很多城 在這一城的那個地方 他們在打夜會 會眾名 就是他們 各個神仙 他們一起 都在那裡聚會 歡樂 然後這一個人 他做夢 他就到上面去參加 他們這個夜會 可是這個 林倫 林倫 林就是藝人吧 他的名字叫倫 然後他 他有非常高妙的音樂技巧 他把那個竹子 他的那個主管都催裂了 可是他仍然沒有機會去到上天 在那個上帝或者其他神仙 比較高一級 高一等級的地方去表演他的才藝 他也是說懷彩不育 其實他的題材也就是說 一些很平庸的人 反而能得到提升 可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反而永遠也遇不到知音 永遠也懷彩不育 沒有機會去得到 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 但是 就是這個題材是比較普通的 但是他的 因為他的選材 因為他的寫作手法 所以他是寫的 是一個很成功很好的一首詩 有沒有什麼看法 或者這個詩 好不好 王長 今天你這個講座講了 我對這個李善人有認識多一點 所以一般來說 我只曉得這個無理詩 《警舍師》就是朦朧那邊 有很多這個不可解 然後這很難講 很淫慧的 對他其他的沒有認識 就變得好像片面一點 對 但是還是請你起碼講一個無題 還是大家還是更喜歡那個 《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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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舍師》 就是說接觸的不太多 所以我就照顧到大家 可是你一直講的都是好的 那麼真的 我真的沒有不曉得他 因為對啊 再上一些新一點 從其實他是多元的 並不是只是寫那種詩 他也有很清新的詩 剛才你提到那個 《八三葉語》 《掌春》 是非常清新 沒有一點點 個人人人一看就懂 一看就明白 可是他的語 Bravo 一首诗我也很喜欢 对啊 我们都很喜欢 这一首其实也是非常明白如画的 但是也是写得非常好 我也说不出它为什么好 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很好 见外从军园 无家与寄一 善观三直雪 回梦旧渊击 他说从军到很远的地方 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没有人给他寄衣服 然后大善观是边关的一个地方 当时环境很寒冷 对不对 回梦旧渊击 他就回想到 他就想到当时他妻子还在家庭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场景 很普通的语言 可是它就是一首很好的诗 大家可不可以 这一首谈了我们就谈那个 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 说实话我说不出来它为什么好 但是我就是觉得它 它是很精烈 但是语言也很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没有用什么神仙的典故 也没有用什么很红红绿绿 那些很艳丽的词语 约可能是个艳丽的词语 血是一个很美的词语 闪关会引起你一种比较那种的 那种图想象 就是说一种观怪啊 或者一种很寒冷很凄苦的 不过我是觉得诗词它就是如果它只是用白描的手画 它呈现一种画面感或者是什么 其实它那个它写出来一种情境是仿佛什么都没有说 但它仿佛什么都说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它是因为有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说 说这个人多美多好 你这样告诉他说 美若天蝎或者肌腹如雪 OK 讲完之后 这样觉得这个人很美 但是如果你说 这个人他走着 走到这个Broadway 哇 90%这种求的人都回头 就是你呈现的是一个白描 但是其实你那里面它包含的信息 我觉得好像就像一个全息的状态 就像一个画面 就像一幅画一样 你就把所有东西就铺排出来 就是不要解释 也不要说 就是因为人他会从所有的感触里面 就是会有自己的感动 也会有自己人生的历练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白描 是因为你不是要你自己说多好多好 你是写出来让别人来说好 还有我觉得有一个 我有一个看法 我觉得他们会用很多地名 见外啊什么善观 他们当时这个环境 就是这个诗人他也用这个地名 那个诗人也用这个地名 他们这个地名用久了 这个地名 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外国人 他看了他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触 可是如果是我们一个中文 或者我们可能感触就少一点 如果他当时时代的人 一看他这种这个地名本身 他就包含了一些感情 比如说曲江是什么 就是他就有比较深的内涵在里面 所以就是一种要一种积累 你才能欣赏的能力 就是能力高 请你我们往下面走一走 这个是道山他指示他太太死了吗 然后之后他离开去了关爱是吗 所以意思是吗 对他说无家可与记忆 肯定是他太太已经去当后应该就说了 而且是梦回旧冤击 这个时候已经是无家可与记忆 可能是指朋友 肌育就是一定是指妻子 但是不管他是具体是怎么样 但是他表现出一种感情 就是一种非常深刻的 可能是你跟你的 就是那种爱情和友情也有相通的地方吗 所以我们的区分都出来了 我觉得他是不是写得很detail 譬如说他说我脑袋死了 对吧 他说我没有人给我挤衣服 就是很detail的事情 然后就是看了就是反正就是很悲 所以说他并不是说 这就是他的原来 对这种东西比你单纯的感慨 要强烈很多 对对对对没错 然后他说回梦就冤极 他不说我很想我脑袋 对啊 想这个场景 而且你看他说的一 就是说他后面也有雪 下雪了很冷 但是他又说衣服也没有积到 还有缘 缘是不是也跟着一种凄凉的感觉 我们都希望跟我们好的人在一起 可是现在离得缘就是一种凄凉 凄凉就是一种冷清的感觉 所以他都可以 从军肯定不是去什么 郊游之类的那么好 开心的事情 一般都是很凄 无家没有家 你看那个无字 无字是不是就带给人心 无字跟有字比起来 一个好像比较负面 一个比较正面 他的每一个字可能都会 让你产生一些想象 可有可无的 你可以这样解释 也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你可能把它连起来 他就产生一个比较强的一种感觉 这就是我不知道 可能诗歌都是这样嘛 但是我学的中国诗词比较多一点 我就觉得中国诗词是有这种特点 就是他用很多单个的那种词和字 他让你产生一种想象 产生一种画面感 然后你把它连起来 你就产生一种感觉 也许你解释不了 确定的这是什么感觉 但是你能够说出 这是一种悲哀的感觉 这是一种对感情 一种感情上 情绪上的感觉 我觉得那种诗词 它有点悲哀 是有点逼近的 比如说你去塞外去冲军 那个就是已经是很痛苦 对 没错 然后你又说无家可击 又寒冷 然后又犯着那个 淡官又下水 还在下水 然后你又是 你的妻子又不在 我觉得那个就是 人生你的所有的梦 都感觉是要破灭了 对啊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 你可以继续发出联想 你的妻子不在了 家不在了 可是你的那个 你对内来说 你的家 你的妻子不在了 对外呢 你的其他理想 你实现了吗 或者你的报复 政治报复实现了吗 也没有 它就可以 那你也许就会 读者也许就会 产生这种想法 还有它刚才也是 前三句 一句一句 第一句到第四句的时候 一种转折 回梦就圆记 它回想到 以前的是一种欢乐吧 应该是 因为妻子才在 可是那种欢乐 和那种凄凉的 一种对比 对比 它好像有一个特点 是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递进的 也是它有一个特点 也许我想其他诗人 因为其他诗人 可能也会有这种特点 因为一个诗人的 他的出现 一定不是独立的 对不对 他一定有 他的同时代人 他能达到什么高度 他才能达到什么高度 就像是长中的手法 对 我觉得最妙的那一句 就是最后一句 对 回梦就圆记 他就是用这个圆记 这么一个东西 来代表他的一个想念 跟他自己的情形 所以他没有讲很多说 我想念我家里的人 都问马 或者怎样 他就讲这个 就一个东西 对不对 就一个圆记 就代表 就一个东西 就代表 对 而且回字也是 我就回去了 先走了 所以都可以 可以很多 抓不到那种感觉 对 其实读诗的话 有时候自己一个人 读诗一种读的方式 但是很多人 大家一起讲出来 讨论的话 也是一种方式 因为你可能会 你说这个字是有什么意思 别人说这个有什么意思 就补充了你可能没想到的 我觉得最可言的是 你只能在那么天寒地冻 然后在梦里面去重现 你那个最温暖 最甜蜜的诗 但是你知道说 这是梦 你要回忆的 然后梦醒的那一个 我觉得是最最惨的 所以它非常简单 20个字 我以前没有看过这首诗 但我觉得这个诗诗特别好 对呀 我也觉得它挺好的 我们的短的是 就这么几个字 然后我觉得它在空间上 就是有两次迂回 对呀 就是从边关和家里 第一轮是 你看它从边关 然后说到家里 下轮也是 然后它不是说两个点 它上面那个第一连里面 有那个回 下一个有那个记 然后就 下面是那个回 上面是那个记 其实是一种空间 这种位移的感觉 所以我想介绍一点 也许你们没有 就是说是它里面 不是最底间的 但是还是非常好 就是介绍给你们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绝句 律师是很难攻 就是不容易写好 但是 那个很 不容易学 但是学会了 那就可以写得很攻 一学能攻律师 但是绝句就是写得 你可能就写 能写出来 但是你要写得非常好 非常难 七绝和五绝都 五绝更难 因为五绝只有二十个字 七绝也非常难 唐代写七绝的话 他公认的是李白和王昌明 七绝胜手 那是李商银 我觉得他也有 对杜古的应该也不错吧 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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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靈欲滴那個靈靈 你會覺得所有把福曲他從開始開的那個美 到開過的那個美 到他所有的餘意 我覺得就是這樣一句就全我給大家出來 而且你讀到這一句就想到那一句 所以就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非常優美的地方 我自己有一種看法 我就覺得中國古典文學詩詞 什麼都是一個寶藏 非常優美的 而且是免費的 我覺得其實可以有一種低成本的快樂 你不需要花很多錢才能得到快樂 得到一種享受 你如果去學習去努力的話 你可以得到很多東西都是 我是學這個 所以我覺得可能你們如果學古典音樂 或者學西方的東西 它也是一種保障 它不是說物質的一定要物質的享受才是享受 對我來說我就覺得這真的是一個保障 如果你把它透過它了 或者你沒有能力去建立去鑑賞的能力 非常非常遺憾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有更多的人 大家可以去學習 一點人學多 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我們看下面這首 不過這首我們就不講了 這首並不是最好的最出名的一首 雖然我覺得是 八十十二十五 它這種還有民歌的風情 就是很清新很簡單 但是它其實又有一個轉折 對 後面的氣質 前面好像是寫的 無力講講吧 簡單講講吧 其實都可以 它寫得很清楚嘛對不對 現在八歲還是小孩子 那個時候八歲就應該已經有了一種 亭亭玉麗的小姑娘的感覺 她就已經偷偷去照鏡子愛美了 就是說她對女性的那種 已經有一點覺悟了 不過我的小孩才三歲小姑娘 她已經喜歡去湊眉了 所以長眉引人畫 古代的時候認為 眉毛長是比較漂亮的嘛 眉毛長很聰慧 七歲去踏青芙蓉做群差 然後應該是荷花嗎 古代的時候 就是到外面去玩 十二歲就學譚真 就是說明她是很有修養的 琴棋書畫 銀甲或是陳謝 他們好像是應該戴一個 戴指甲的 可能也表示她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 可能不是窮人家的 但是譚真是需要那個甲子在撥片 對對對 然後十七長六七 到十七歲的時候可能就要談婚論嫁了 她就已經要躲 就是由那個男性的親戚來 就不能再見了 就已經 懸之尤為家 她自己知道她還沒有嫁 她就知道她還沒有找到一個丈夫 古代的女性是 就是說自己是不是獨立的 你要依附於 小時候依附於父親 成年了依附於丈夫 丈夫去世依附於兒子 所以如果你沒有人依附的話 是很可悲的 這個沒辦法 這是一個社會現實 十五七春 背面秋千夏 十五歲的時候已經長大成人了 所以她自己也是很聰慧 她就寫出一個很聰慧的少女 她自己就開始在春天來的時候 因為春天來了就會去 來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她要去的那一刻 所以她自己覺得她的青春已經來了 也注定了她青春要去的一個 然後背面秋千夏 她好像是 好像在父母眼中 她還是無緣無緣的少女打秋千啊 可是她自己已經在哭泣 她已經在想她的生命 她的生命已經 就是說青春要 青春流失啊 我應該怎麼辦 我很悲傷 嗯 我就想 作為一棵樹 或者一個 作為一個草 或者一個 一株草 或者一個樹 他們可能不會悲嘆 他們的春天來了 秋天要無緣 我們人是不是很 比草 或者樹還不如 我們會去這種無畏的悲慨 我們青春沒有了 生命沒有了 我們怎麼辦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沒有那麼偉大 對不對 我們也跟他們一樣 我們來了就來了 我們走了就走了 不是什麼值得悲慨的事情 他們到15歲以後 也要出嫁了 所以那樣的一個 未知的生活 其實是一個 一個滿忐忑的 我覺得大概還是有這種 而且他們就說 這個是李商隱 他們古代有一個傳統 就是用這種 說女性 說這種男性的士徒 他可能也是對 他以後 他的政治生命的一種 不知道 沒有人做主 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首是也寫得很美 我覺得 他很有那種名歌的 那種 就是好像那一歌 孔雀東南非裡面 就有 怎麼怎樣 所以他就表現他學習古代 我們我現在講一個 聽到 廣東話 廣東話還是我太太吧 廣東話 剛剛我講一次 他會講 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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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華年 莊生曉昂迷蝴蝶 王帝春生托杜鵌 沖海月鳴豬有淚月鳴 蘭田日暖玉身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忘言 這一個詩大家都很熟悉 我能為大家提供的 他們那些學者是怎麼理解這首詩的 他們有好多種理解方法 我少到有五種 我給你們看 我放在這上面的 或者你們可以說說自己有什麼看法 這個可能大家都會有一點想說的 而且就是 大家有沒有人沒讀過這首詩 或者 高考是考 或者我們先解釋一下他們的意思 這也不會前任的還多 我們先解釋一下這個詩 沒有關係 無端五師學 他為什麼 為什麼他用五師 喬天 一熊一柱是華年 那個我從網上找的 他一堆是華年 就是每一 你可能談的時候 每談一句 每談一字 你就開始想念你的 你的美好的年華 你怎麼想念 他也沒具體說 他就說你想到了 裝生小夢迷蝴蝶 這是一個典故 就是那個莊吉 他有一天做夢 夢到他變成一隻蝴蝶 在天上飛得很開心 他醒了之後 他就說 是我做夢夢到蝴蝶了 還是我的這一輩子是蝴蝶的一個夢 這是非常聰明的一個 然後也非常有那種 哲理的思辨在裡面 所以 李昶寅他用了幾個典故 他說 小夢早上 早上 快醒的時候 所以誰都 不能夠 就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說 說服別人的一定是怎麼意思 但是我們從字面來解釋的話 就是說 裝子他做了一個這個夢 忘帝吞心 吞心脫杜鵌 忘帝是四川當時的一個皇帝 他後來是 他後來死掉了 對不對 但是他好像是王國了吧 他就 他就一直喊 不能忘帆 或者是 癌不下這德氣 他就除雪 除雪的時候 然後他就變成杜鵝 然後就回家 所以他說 忘帝春雄做杜鵝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用小夢 因為那個 莊子裡面沒有這個小字 然後 春雄也是 也是 他自己加了一個小字 自己加了一個春字 我們都可以想 沙海明月朱有淚 就是在大海裡面的時候 明月的照耀下面 是不是 沙海明月明朱有淚 對不起 我應該把它修改過了 沙海明明朱有淚 那個 那個 是那個嬌人吧 嬌人 他流的眼淚就變成豬 南田日暖玉生煙 南田應該是在長安附近 然後 他的地方是採玉 然後 這個日暖玉生煙 也是比方一席 他就是 他用的是歷史典故 但是他自己加入了一席 他自己覺得很美好 很魅力的 詞域 只清可待 從追義 只是當時以往 他字面上就是這樣 所以 字面上是這樣 但是就有很多很多種解釋 因為他是無題 有的人就是說 他是 他是 吊王師 他妻子死了 他們很那個的證明就是說 那個玄斷弦嘛 就是說 兩個人 就是兩個人談戀愛談成了 就叫那個 定弦 然後如果 一方面去世 就叫斷弦 所以他再提到弦 然後他們就 有的學者就認為是 吊王師 就是吊怨他的妻子 有的人是說 李商隱他自己寄託 他自己一生的遭遇 然後 然後有的人是說 是 那個令子楚家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歌女或者什麼 他喜歡 喜歡他 然後他寫的這種詩 有的人是說 他是說他 他是說他寫詩的一種方法 親和樂 我看一下 我有一個那個 阿是 他是不是 他小時候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 您的 有一個 他 原來 一個 是 是 家 你 可以 三五二 又一又首席 出门豪威 责人PP 很近道 蘇 prosec 嗣奈 智悅心河,他們的看法是說這種樂器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朱宜尊,那個學者,他說是釣王 因為他說是那個行動 然後還有人說是智商,就是說他自己感嘆自己的聲勢 還有一個就是說,治癒創作 就是說他自己用這首詞來比喻他的創作 然後還有一個說就是令夫主家的一個親衣 就是為他們一些主人服務的一個女性 所以這個是沒有定解 誰也不能說服誰到底是她是一個她到底在說什麼 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感覺就是說 我可能大家可能多數人更傾向於就是他可能是說了一種對青春啊 對生命的一種感感感到你回頭的時候有很多磨磨磨磨磨 比如說就是他最後一句只清可待成追意 只是當時一樣的一種感情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感情 可能是對你愛情的感情也可能是對你事業的感情 但是不論是什麼樣的一種感情他們有一種共性 他都是已經容易過去然後很難說清楚然後 但是又讓你難以忘懷你想追憶 可是就是一種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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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其實我也不能說出我也沒有什麼高見 因為大家都差不多你可以說自己有什麼高見 其實以前好像對我們說這種事就是最後兩句 就是詞青可待成追意只是當時以往 好像說了很多很多 但是我就想起那安幸德他有一首叫《幻西沙》 它裡面那兩句我覺得更好 他 我就讀一下下面一句好了 它是說 杯酒墨金春歲眾 堵書瀟得潑茶香 當時指道事尋常 我覺得當時指道事尋常 比只是當時以往的說的 就是把那個韻味更說出來一點 那妳們覺得哪一句比較好一點 當時直到是尋常還是只是當時以往人 我反正覺得是這種就是 這個情景感給我很感動 就是當時直到是尋常 因為尋常的本身就很尋常 但是那樣的尋常是多麼的不容易 就是比往南的那種的 這種迷惑它又多了一點就是妳對 對某種情因的珍惜吧 可是妳對比這兩種寫法 妳是不是覺得李商隱的更朦朦朧朧 更說不清楚 南南新的他也寫得非常好對不對 他那個用點也用得很好 他用的是李商隱的 李清照的 李清照和他的丈夫 他們當時都有學問 他們就猜哪句話在哪本書裡面 誰猜對了誰就可以 還是誰輸了誰就可以 他就說李清照他的記憶非常好 然後他的先生就是他們兩個 就經常玩 因為他們收了很多古董和常書 他們就經常會猜 就是說我今天借哪句話 然後李清照說 我叫他哪一本書 哪一句哪一頁好 說對不對 然後他一翻 他說對了 然後他就一笑 就很開心 就很開心 他就把衣袖給弄出 我覺得非常深奴 對 所以就能體現出李商隱不同的風格 他就是很含蓄很委婉 特別是這首詩 更是沒有人 好像是四人都說 獨漢無人做政籤 就是說 他們都說李商隱的很好 可是就是沒有人能把它解釋出來 到底是什麼意思 可是我覺得這是 這並不是一件壞事 解釋不出來 才讓你更強 繼續去解釋它 或者是用不同角度去解釋它 而且也沒有說 一定哪個解釋就是對的 哪個解釋就是錯的 你只是得到一種感覺 也沒有說哪種感覺是更高等的 哪種感覺是更低等的 他 就是說 而且還有一種解釋 還有一個學者的說法 就是說 他就是堆竊了一些子女 他沒有寫出什麼一個中心 一個主題出來 他說 說不出他到底說的什麼 這也是一種說法 但是 可能更多的人 不贊同這種說法 因為我們覺得 這是很成功的一首詩 他非常吸引我們 所以他是有一個主題的 雖然說 我們 我們不能確定 他到底是什麼 可能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你們有沒有什麼 對這首詩 特別是如果沒有讀過 剛剛看這首詩 可能有什麼新鮮的 新鮮的那個 或者大家跟 因為我讀了很多那種各種學者 對他各種各樣的解釋 還有你們 如果我們再偷一顆字眼 你們可以解釋一下 他為什麼要說 裝生小夢 裝子當時那個 蝴蝶夢 並沒有說一定是早上 然後春心 他可能是不是都是 把他 用他們去引導我們去想一想 青春啊 或者是最好的年華啊 最美麗的東西啊 是用這種形容詞 用這種詞 就是這種藝術的加工 來引導我們去想 而且他的那個 會覺得說 裝生小夢 就是你會覺得說 特別是春天那個 有點下雨 然後早上凌晨那個時候 就是 就像那個什麼什麼 塞著 嗯 很出眠 我覺得這很滿的 就是 睡眠不覺醒 對 可能會想到桃花的也是 就大家就會討論說 他那個到底是睡著了 還是沒睡著 到底是怎麼樣 對 如果說是中午的夢 的話 可能就感覺不一樣 對不對 如果他說春心 或者說 東心 就不一樣 他自己為什麼要用這個詞 因為這個並不是說 歷史上一定就有的 是他自己加進去的 他為什麼要加這個 可能就是說 他的一種努力 要表現一種青春的 青春的東西 或者美好的東西 上海明月豬有了 而且你想一想 他這個畫面 在那個茫茫的大海上面 非常孤獨的一個月亮 然後 有那個 嬌人的眼淚 變成了珍珠 非常就是 晶瑩也非常難得 非常寶貴 所以他 他可能 邏輯並不 或者說 事實並不產生出 但是他的那個圖像 是有連貫性的 然後他是 表達的那種感情 那種情緒 也是有連貫性的 其實我看的話 因為我 我讀書讀得不多 哈哈哈哈 看你都什麼樹 看起來 看起來 然後 我自己就瞎說 但是我覺得 第一句 第二句 跟你三句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連不太起來 我是覺得 三句 然後有三種 有三種情緒 然後 第四句的話 就相當於是一個總結 就是你第四句的話 你自己拿出來講 就是慈青 這一句話的話 你到任何地方的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說的 這一句也是最有名的 我沒說錯對吧 這也是其中一位學者說的 他說他的就是 你三句就是混雜了一些 一些很好的那種 古像在裡面 其實他並沒有什麼聯繫 他並不是 我聽說 有些很出名的詩句 他們往往是因為這些事 突然想到一句特別美的事情 然後 來編出一首 然後一定要拼出來 一首詩出來 會覺得這句是特別突出 其他幾句 感覺特別有一點 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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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有 有可能有那種情況 但是這首詩他其實是一首 有有有有 所以 但我覺得他寫三句 對 他是很難聯繫 也可以說他 我覺得是三種情緒 好像是 故意就是 不願意寫得非常 他確實有那種 肯定有那種情況 但是我覺得也許不太適用這首詩 因為那種情況的話 可能一首詩就 那種 都有他的連貫性 雖然說 表面來看 從某些角度來看 他好像很分散 但是他 他 如果 確實有那種情況 先得到一舉很好的聚集 然後踹成其他的話 那種的話 我們就是說 有據無偏 對不對 那樣他就不會成為 最頂尖 最好 像 我們先生說 我們要讀這首詩 我們其實都非常喜歡這首詩 他肯定是絕對 無可爭議的 是一首非常成功的詩 我覺得這有分夫利來看 因為 我們現在來看古代人做事 比如說 像那個 好像也叫幻希莎吧 就是 燕幾刀寫的 他就說 落花人獨立 威語燕 他開始是只想到一句 然後後面就 警響了警響後面 但是就是說 他想這句好 他不是說他斷開來想 只是說他突然得了一句特別好的 他要 在後面一句來 對對葬他 然後他 他其實他整個是有佈局的 他去拍也可以 對 而且他已經高手到那個地步 他隨便出個招 也就是好招 所以 而且我覺得他第一首詩 你說前面三句 跟後面一句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說 因為我們後面的人 用最後一句 我們太熟悉了 其實這個語言是被污染過 就好像說 我們會覺得說 春眠不覺曉 我們覺得這個思想會覺得太熟悉 但其實我們不知道他的好 如果我們有點陌生感 其實你會覺得原來是 春眠不覺小 處處聞起 那種非常清新的一種 對 就會說 為什麼好像就是一個春天 你自己有過那種感覺 就是 春天下一點雨 然後你聽到好像是有雨聲 但是你翻個聲 你又睡過去了 然後你就不知道說 那個是夢裡的雨聲 還是真實的雨聲 我覺得那個是很微妙的這種情緒 就是 還有我們剛才講的 他一個特點就是 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 這樣遞進 然後最後一句一個轉折 這個是不是也有一點那種 他 其實我倒覺得這個 這故事經驗的國性 對我來說是挺完整 對啊 他有他的完整性 就是說這個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剛才是 我的理解 他可能因為 我覺得他裡面有一種 追悔或者是懊悔 他可能連專程小黃迷 蝴蝴蝶 跟望迪 蝴蝶 這兩句可能就是在年輕時候 人在年輕時候 都會痴迷於這件事情 都會去想 我是蝴蝶化身 蝴蝶是我的化身 或者是既然忘記 他會為自己的事業 就是 會很沈迷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在看這個 沧海月明 朱友淚跟藍天玉暖 玉生煙的時候 其實 朱友淚跟玉生煙 都是一個 可能很美的東西 但需要值得等待 比如日暖 照很久 玉坦的生煙 然後月明朱友淚 也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 那就是為什麼說 我們這個此情是可以帶的 也許他可能在年輕的時候 可能辜負了他的妻子 或者沒有花太多時間去陪他 然後他就覺得 這種感情要慢慢地培養 只是我當時比較枉然 然後子星其實是可以值得等待 他就會開花這個 然後 可能我年輕時候 就沉迷於其他的事情 或者是 忙於我的仕途 或者是 為其他身體而迷惑 沒有去 去在這方面來 這是我的理解 對 我就覺得 那個 他這首詩就給你很多空間 你可以這樣理解 而且 沒有人說你是錯的 也許不是李商贏的本意 但是 你從他這首詩 產生出一種理解 這種理解 是 讓你 讓你對你自己的感情 或者自己的 一種 人生一種感悟 他就是他 其中的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這樣 他讓你 你產生了一種解釋 如果 剛才是誰說第一 二、第三 好像不連結 是吧 阿神尼 他好像是說 前面三 我倒是這樣 就是 從這個眼光 先我看見 我面前那個梗塞 然後我就 推想到 把它 達到歷史上面 就遠古了 或者是很早的以前 裝神 萬帝 萬帝差不多 在神話裡邊 然後就 再遠一點 就是地方 這個 空間 剛才就說 空間 現在還是空間 到上海 當這個藍田 所以都是 這樣想的話 他還是有一個 一個層次的 就是 都有關係 都是跟這個 實踐有關係的 Space也好 Memory也好 我個人的也好 我倒是不太想 是他個人的 就是把它放到這個 這個 這個 悄然 自然那邊 就是一種 這個 time 就是人裡面呢 大家 一般人的這個 我們大家的這個 Memory 這個事情發生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寫法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給我的感覺 就寫得特別好 很多事 很多事 我覺得 主題是 time的話 或者剛才他說 人生 或者是這個 夢想 什麼 這個 這個 經歷 這個 愛情也好 其實還是要放在一個 time裡邊 我就覺得他寫的time 寫得非常好 對啊 又是另外一種 我們這裡都有好幾個 我給你們讀一個 有一個學者的解釋 他 他 這種解釋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他的語言非常好 他是文言 但是他 就好像是一樣的 謝謝 如果不清楚的字的話 你們就 讓我停止了 他說 無端二字 通體妙處 居從此出 清不清楚 或者我有這種解釋 他就說 無端這兩個字 然後 全部詩的妙處 都從無端這兩個字出 我覺得他語言很好 無端二字 通體妙處 居從此出 一懸一柱 以竹 令人暢望年華 卻由此 許多懸 許多柱 遂至有無端 惆悵 就算一根鞋 一根柱 都會讓人很惆悵 可是還有這麼多的柱 所以讓人 有更多 無數的 無窮的 惆悵 這首詩 達羅莊生 一夢 一迷小夢 魂為度雨 游陀春心 滄海珠光 無非是淚 南田玉氣 遂謊 若生焉 他的 就好像一首詩一樣 我想說的一點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看別人對理上的詩的解釋 或者其他詩人的詩的解釋 他的解釋本身也是非常有美的 好像也非常有詩意的 特別是對這首詩 有大量的註解 各代的文人他們不斷的對他註解 然後他們那些註解 不同的角度 非常好的語言去解釋他 然後另外有一個是 起句說無端 結句說往然 是一山自毀 其少時年中 少年常中 風流遙蕩 到如今時之 有情皆患 有色皆空 知年華是毀意 中間四句是形容其風流遙蕩 他這個人他說 開始這個無端兩個字 和後面這枉然兩個字 是他們的詩言 他寫得非常好 然後他又說 他的意思是說 這首詩是寫 你上年年輕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戀情啊 或者有很多愛情啊 然後到了年齡大的時候 在一種 一種 他好像有一個途之詞 就是 對 他好像比他身上 還好一點 對 他有一個婉君表妹 因為他比較貧窮嘛 他比較窮的話 就比較少那種 那種 那種 一定很刺激 一定很刺激 很刺激 小跟春的意思是 比較少 對 對啊 所以有不同的解釋 也有不同的不同意見 然後 對啊 所以他們自己 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釋 然後有的解釋 但是你覺得他不慌 沒有 我根本不談 可是為什麼他又能讀出這種意思 因為他的什麼角度 他的學識 他的文學修行 對 不過我覺得詩 他是有點 就像平鋪一樣 他不是說你二句 三句 一句 你要通過一二三 你要總結出有第四句 我覺得這個是 大概應該不是詩的那個 所表達的一個意象 我覺得 比如說你說 比如說第二句 裝生小夢 小夢 迷蝴蝶 對不對 可是你這樣想的話 其實因為中國人 他是 他所有的文字 是有典故的 典故他是有累積的 所以他裡面 那個故事裡面 比如說你想到 這樣一個局面 或者你想到 你自己是這樣一個小夢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 不管是說 你是對人生是夢也好 還是說 你對你的過往的 那個情感是夢也好 因為他 你會知道說 因為有夢醒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就是可待沉醉意了 就是 當時就是以往了 然後比如說 你旺帝春心 吐杜鵑 那杜鵑他那個 春心就是說 杜鵑他就是 杜鵑提雪嘛 就是開了會杜鵑花 對不對 是這種傳說對不對 那他其實 就是你看到一種 偶心力學 不管你是對你的仕途也好 就是你當時 你不管是 用盡了多少心力 去做事情也好 其實也是 只待沉醉意 當時以往了 那滄海明珠 滄海月明珠有類 就是說你看到 那樣一個超茫的大海 在夜空中 那個 就是那個絞人 他的那個淚珠 非常孤獨 而且他可以 落海來成為一顆珍珠 就可能說 你大概覺得 那個是寶貝 但他可能會覺得說 那個大概是 你會受那樣的情質 去感觸 你就可以 所有的前程往事 都湧上了心頭 所以你會說 那就是以往來 還有他 這個是表現他一個特點 他就喜歡寫 一層一層 再一層一層 再一層一層 比如說有的詩人也許會說 我現在很枉人 可是他說我當時都已經 不要說現在 當時都已經枉人了 就好像他說 相見時難 別亦難 有的詩人就說 我們離別的時候 就很惆悵 這是很難的 可是他說 相見時難 別亦難 他總是會把他 意識推進 更進一層 這是我覺得 事理上也跟別人 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就讓你覺得 我想不到那一點 而且我覺得 他們想到這一點 非常好 非常有詩意 這樣子 然後我記我下一個 下面 這首詩應該就是高超吧 後面還有一些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時間可能也差不多了吧 我們看看後面 後面看一下這些 其實他的 這裡就是這個詩 這個詩其實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比較熟悉 而且他寫得也非常清新 而且他這個也像 剛才我提到的一點 他說到現在 我在想什麼 我又想到將來想什麼 將來我們回想現在 他一層一層的 發出新意 是別的詩人好像很想 很少有這種特點 就是他藝術 藝術上很成功 所以他不只是寫那種很複雜的 他寫很清新的演的 說明他的藝術才能的高 我們再往下面走一下 這一首是可能不太 我比較喜歡這一首 但是可能不是他最內閣的 我們可以看這個 荷葉生時春恨生 荷葉褲子秋恨成 可能跟每個人的性格有關 如果是一個比較多仇善的人 可能就會想 一個人剛剛生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很多憂愁 你就隨著你生命的產生 就產生了 知道你的生命的結束 他才會結束 如果是一個很開朗 或者不想那麼多的人 可能就會對這個 比較少一點的共鳴 然後他說 長之身在秦昌在 你只要活上一天 你有一天有思想 你就會有感情 你就會有一種惆悵 然後最後一句 他也是一二三好像 有一點那種 最後一句跟前面一句比較一樣 暢望江頭 暢望女生 能做什麼呢 什麼也做不了 我只能站在這裡看一看江 看一看江 也是比較清新 沒有那麼多典故 但是 就是一種對青春的一種名故 不知道你們覺得 你還說 卻到天亮好的秋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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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感受 你看他 第一連上下兩句 都用荷葉開頭 這好像不太常見 都同一個詞 他好像比較喜歡荷葉 他喜歡好幾首荷葉詞 對 我的意思就是 但是你 我粗心理解 但是他兩個荷葉的 給人的那個畫面是不一樣的 就是剛出生的那種 那種 那種是已經 已經哭了的感覺 完全是不一樣的 儘管他 用的是同一個詞 那他說明的意思是什麼 是人經歷了過各種悲歡禮盒 之後已經被折磨得很慘 不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雖然用兩個相同的字 就是在世面 好像不是很常見的這種做法 但是他 不會不會 那個就是 明歌 河野東 河野西西 河野南 河野西西 那種就採用一種明歌的特點了 這個沒有關係 而且他只要他押韻隊長的好事 一般是不 不犯了 就是一模一樣的 也叫對象 什麼 他是押韻 就是他比如說 一三五國論二十六亞 這樣子 他會有一個說法 他是有這種 有這種審法 不是那麼標準的那種 律師 但是他是可以這樣寫的 這樣寫他就產生另外一種效果 產生一種比較 比較平 就是說比較平普通的效果 不是那麼很奇妙的效果 但是他也產生也是一種比較深厚的 我覺得他這個完全可以形容一個人的一生的感性 而且非常簡單的 從天到天 對 從天到天 我有一個疑問我不懂 他是說唱忘江頭江水生 他是說的三音 為什麼他不是說聽 而是說忘 你們有什麼 你們有什麼 我覺得望就是更遙遠 你可以望向更遠的宇宙 那種就是非常的 非常有種畫面 對 望是可以 我覺得他結合了那個視覺和聽覺 是整個感官更加豐富 既有聲音我還在看 對啊 而且我覺得 暫望兩個字是一種狀態 他並不是看 他是暫望 他本來就是一種 就是網了 那種 就是你好像 什麼都沒有看 對 你好像在看見 但什麼都沒有看 他其實 我覺得他不是分開的 唱忘字和唱字連在一起 比如說唱聽好像好 或者唱文要好一點 而且就是他 比如說你望江頭 然後江水生 這種就是 你從深覺和視覺 他就是膠質感 就是如果你說 唱聽江頭江水生 其實這樣就有點平了 就不夠立體感 對 也可以說我現在 張望江頭 我聽到江水生 對 一句話裡 本來是一個意思 就變成兩個意思 不寫出來 唱忘江頭 唱到江頭 然後通道上 我覺得那個唱忘的話 是不是就說 看到一個過去 然後這個江水生 就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非常好 對 唱忘江頭 就是說他站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想 就是 從頭開始 他最開始 那個就是 春恨生的 當時的一個狀態 然後江水生 也許 就是在旁邊就有的 就可能是現在的一種狀態 但是 就是說如果 如果比較 普通的來解釋的話 他前面是聲 可能是應該用聽來接這個聲 但是他 他這個 他在手聲裡面 他用了望來接這個聲 就造成了很多 你可以解釋的地方 如果我們都不想說 他用的不好的話 可能我們就會解釋他 為什麼要這樣造成 我試試也經常會 比如說那種 不管吃 他就會說 我平然忘 我覺得這次 一種習慣的 用法吧 大概就是這種 平然聽很少 我覺得有一點 不是 因為你如果一個 這個動詞 結一個名詞 這個動詞的名詞是 你喝水 你如果說喝飯 你可以說 我在喝水又在吃飯 但是如果你說喝飯 是不是 可是你這邊說 江水生 其實你聽到沒有 你也聽到了 你看到沒有也看到了 那他就 你看到那種聲音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比較有意思 可以問他 而且事實際上 它是智取 它不是說像巨子一樣 有阻衛兵 它是可以是併練的 整個畫面 還有剛才你解釋 我覺得 有一個延伸的感覺 從這裡 然後往前推的那種感覺 人家眼神往那邊走 如果聞的話 就可能只是一個動作 對啊 可以這樣解釋 應該後面還有幾首 我們可以粗略地看一下 我其實 當時我準備的是 對比了他們的 他們這幾個詩 李章營和李鶴 他們有共同的特點 就是都是很 用一些很奇妙的 就是很艷密 但是很詭異 李鶴用很多很詭異的詞語 李章營有這樣的風格 但是李鶴更突突 李章營有那種特點 他們有共同的特點 我們雷俗斯也非常出名 但是我們可能是 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 那裡面有 天若有情編異 然後 我們可以 不用再 然後杜甫和李章營 他們也就是說 有共同的地方 李章營學杜甫 他們是說 他學到了他的精神 而不是他的毛皮 很多人學 杜甫 其實學到表面 後來也有很多人 學李章營 他們也是學到李章營的表面 他們沒有學到李章營的 比較深刻的地方 李章營比較就是說 對社會對人的那種悲悯 對人生的悲悯 他跟杜甫有相通的地方 這首詩裡面 這首詩裡面 能看出他的共同點 這一首是非常好的一首 我們可能沒時間去講 但是你們如果有時間 可以去看一看 人生合住不離去 如果不太熟悉的話 非常好 李章營跟我們講 人生合住不離去 這句話是很簡單 我們任何時候 都可能失去你的朋友 都可能自己離開 離開你的群體 變成一個孤獨的人 世路干擱席在分 現在正在打仗的時候 我們就尤其珍惜 我們在一起的這個時間 學領未歸天外時 他當時是在那個四川 四川當時是少數民族 就是有很多少數民族在旁邊 所以是那個 班政歌劇 他有很多動盪 中央級全是不穩的 所以軍事方面有很多憂慮 所以他也是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社會有一種擔心 他有一種使命感 所以他說現在是 學禮未歸天外時 還被派逐在外面 就是說還沒有穩定 這個情緒還有變化 還在波動 松州遊駐殿前軍 松州就在今天的松潘 在四川 他也是就是說 在那個四川中央集權 和那個少數民族的政權 一個交界的地方 他軍隊還住在那裡 意思是說 軍隊還需要去鎮壓他們 還沒有穩定 天下還沒有太平 天下還有很多戰士 不是像很多官員那樣 對身弄死 然後他說 坐鐘醉客 嚴洗客 他們 他這時候時候 是他要離開的時候 大家都在一起喝酒之別 然後坐鐘的時候 有很多人喝醉了 有的人是很輕盈 他們說他這個是用的 趨緣的點故 眾人皆醉的獨行 然後 所以 很多人都是 風昏沉沉的 江上晴雲砸雨雲 這個晴雲和雨雲 就是形容了那個 政治局勢 風雲變換 美酒成都 看宋了 當奴任是桌文君 他們是在四川嘛 所以 他又用了美人 他比較喜歡用美人 來讓他的詩寫得 比較美 然後他說 仍然有美女 在幫你倒酒 所以 很多人都是 並沒有 那麼深刻的 去想國家的命運 而是只是 貪圖這一杯酒 貪圖現在的享受 他的意思就是這個 但是他的就是說 技巧啊 他的風格 他的寫法 就是讓他成為一個非常好的事 而且跟杜甫的風格 也很像 不只是風格 而且是他的那種關懷 都有共通的地方 小問題 就是您剛才說 尹商人 他學杜甫學到的精神 您說 他學到這個精神 除了 剛剛您說 對這個 對 就是說 事情的 這種關懷 在詩 寫過關懷 寫過 寫過方法就是 你看這首詩 他表現了一種 比較成癒的一種感覺 比較成癒 而且是一種 比較孕集的 並不是就是說 非常尖刻的去說 別人不好 他是用一種 比較 溫柔 敦厚的 一種儒家的那種風格 這就是杜甫的那種風格 所以他這首詩裡面 他說 座中罪客 言喜客 江上其母雜語 實際上他言外之意 是很深刻的 他是在諷刺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到現在這種時刻 不關心國家的秘密 他只知道課簡 只知道自己的享樂 可是他的詞語 是比較委婉的 詞語 只是喝醉了酒 實際上是一種政治 對 所以他 他們 知識學者說 他是學得很好的 就是一方面就是他思想上 達到 就是說能夠跟物理的思想相 就是對國家的關係 相比 相比 還有就是他的技巧 他也 他也達到那種比較 比較渾厚 比較深厚 比較殘慾的 這種 從這方面來說 有相通的步驟 就是說 他的 藝術高度是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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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好幾首就是這種 尤其是綠詩嘛 他就是這種 詩的形式也跟杜甫的比較相 他還有其他也有幾首也非常好 然後就是那個王安石 就非常 非常喜歡李桑宇的這幾集的詩 他就是說他 他就是其中一位 他說他跟杜甫相比的 Veternal 可以跟杜甫相比 一些 就是 因為他們是從儒家的角度來看 這些詩 就覺得他們有共通 有共通 就是 儒家就非常在乎 就是 做為一個知識分子 你要關懷國家 你要關懷這個人 我覺得杜甫的功其實還蠻難學的 就是 杜甫 對 他看起來你說 是很簡單的劇情 對 但是我覺得 就是 你用悔色的劇情去表達 我覺得他這種的氣勢是更大的 對 我覺得他的好就是 他看起來好像說 潦倒心停佐久悲 雖然就好像說 你後面他也寫了那樣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他 就是那個 就是你整個 那個氣勢 氣感我覺得是非常的 霸氣很足對吧 對 霸氣 對 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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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邊落入 霄霄下 不盡長江滾滾滾 還有坐中 醉客 也醒客 江上 晴雲 雜雨雲 他們都有一種 很慰藉的一種感覺 就是說比較含蓄的 但是有一種深沉的 也有一種比較蒼茫的一種感覺 他有相通 就是感覺上有一種相通的地方 就是他既在思想上 也在技巧上 或者形式上都有相通的地方 不過我是覺得李商隱說 如果說得了杜浦某種好 我覺得他有一點 不及杜浦就是說 杜浦他有一種宇宙感 我覺得比如像城紙 然後唸天地之悠悠長的 我覺得那個是 初唐的世人 他在那樣的一個唐朝 剛剛經驗的時候 我覺得他時代 所他賦予的一種 在宇宙中一種蒼茫的孤獨感 我覺得這種是 就是你說為什麼 李白杜浦他好 我覺得他是好在 就是說他有這種 很大的空間宇宙感 不僅僅是說你是在一個 不管是人的高度 或者是社會的高度 或者是詞學家的高度 我覺得那個還有點局限小 我覺得還需要一個宇宙感 我覺得這個是 你讀杜浦這首詩 你就會有那種 無邊落幕相差 雖然也是現實中 但是你不用這樣滾滾來 你就所有的 一江東去 大漢東去 浪上去 我覺得那個所有的李白 他都包含了裡面 這個就是他的 我覺得這個是 每個人的氣勢都不一樣 還有李白的那個 登高壯觀天地間 對 我覺得非常 你說的很好 所以為什麼可能 如果非要評出第一名第二名 可能大家 仍然願意選擇 杜浦李白 而不是李商民 可能因為 就是因為你說他的那種 宇宙感 而且可能也因為另外一個原因 他就常常提到美女之類的 可能這種 可以是一個優點 也可以變成一個 然後他的那個 畢竟他的 他的那種角度 可能他就喜歡這樣 他就 在宇宙感方面 他就 不是他的場 他並不是 然後和杜牧 他們當時 並稱小李杜 然後他們的風 他們都很 就是藝術水平都很高 但是風格不一樣 杜牧就比較清新 就是有一種瀟灑的氣概 有一種貴公主的氣概 但是李商贏沒有 李商贏就是有一種非常 對啊 他就是出生於比較貧困的家庭 富養和窮養就是不一樣 然後他和溫廷君也有相似的地方 他們就是都是 可以給你一種很 很紅 很畫面 就是那種很多花呀 很艷麗的色彩 你看他那個 就是很畫面 很龜情的感覺 李商贏這一首 其實他的主題也沒有什麼 很有意義 但是他寫的原因是 回廊四何眼 寂寞必因五對紅牆尾 你看看他這個畫面 你就覺得他給你很強 技巧上很成功 給你一種很 你很心 就是一種讓人欣賞的一種 一種東西 但是要說有什麼重要的思想 就是一個父女 或者一個年輕的少女 就是有一種 三村的一種淡淡的孩子 不過他們也說是有 就是 世倫他就是 欲於不得自 對 跟他自己相關 從字面上來說是說 呃 女性可能 恰意不軟 在下面可能是他自己 不過李商演 他的就是那個 他的志劇就是有的時候 會比較奧 就是那個奧裡面就是 我覺得會影響一點美感 但是可能說你仔細看 不過他寫史詩方面 你可能會覺得他會 裡面有很多含義 但是比如說這首 我覺得溫婷運的菩薩曼 我覺得就是 他那個 呃 從頭髮呀 從所有的那個屏障 小三重點嘛 就是那個屏障 然後登影 他所有的就是那個 他是 因為持他是有點那個 音樂抉躇感 我覺得那個非常重要 就是 他們這些到時都可以唱的嘛 對對對 所以他的那個 靈靜音樂 比如說你說金字的郭英訣相宴 他其實可能就是說的是 是 兩個 夫婦的情感 就是他可能什麼都可以講 就是雙雙金字的 他就是靜靜表現了一種 那些情緒 哦 我就想說 這樣我 對這個 這兩首詩的感覺 就是 一個很個人的 就是 他們都有一種很強烈的 就是 電影感在裡面 有很强烈的画面,不仅仅是画面感,你甚至还能感觉到,如果他是那个导演的话,他是从什么角度去拍摄的,还有他是怎么剪辑的,你都能够记得到这个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文学家就是在这方面,他只是通过文字来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可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去感受,甚至电影导演也是, 他想要表达的这个内容呢,思想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呢,还营造一种氛围,那这个氛围呢,就使你笼罩在这样的情感之中,这种情感可能会激起你其他,很多其他方面的感受,那他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两个都是在描述妇女的生活了,那你说他整体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是, 就是环境很复利,但是人的感觉呢,却是很孤独的,这个就可以,其实可以影射到很多的社会生活的观念,这个就是可能也是我们所理解就是, 这个艺术能力可能并不一定要直接表达内容,就是他就是要激起你,就是警测这则事的成功,可以就是这个事情。 我来补充一下你的观念好了,为什么你会在里面看到电影的感觉,是因为电影里面有时候打动你的某某是超级大的特写,那一滴眼泪在眼珠里转的那种感觉,那我们再回来看这首诗,这首诗就有非常多的那个特大的特写,它小到画峨眉,它的那个镜头感已经到眉毛这个细节部分了, 像金浙菇,它细节到一块布里面的两只小鸟,那到后面李商隐也是,那个纱窗,那个手轻浮的感觉,从你的画面来说,它都是非常大的特写,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力量的,所以你会有通感这么强,完毕。 所以他不一定要说一个什么事情,对不对,他就给你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就是说,李商隐他描写的就是一种无可名状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是那个,说是寂寞,但是这个寂寞的话跟那种一般人的寂寞又不一样, 它是内心一种非常细腻的情感,无法用一个很,就是很,一个词语来表达, 就是他就说言,他言语是有局限性的,于是他就用像来比喻, 并且我觉得这个第三句,回朗斯和演寂寞,蛮有意思的,寂寞是不可能演的,关注的, 对,然后但是他用于这样一种叫做,不可为而为之, 就是一种就是,叫画实为虚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很有意思。 所以各种因素造成他,他的技术上,艺术上的成功,技巧上的成功, 然后他,他为什么,他这样是,刚刚有位朋友是搞摄影的,可不可以有意思。 你还没发言,给我们一点。 嗯,对,就是有很强烈的画面感,而且那种颜色的感觉,像最后一句,第一音舞最后的, 这种感觉是一种很大的鸟,墙尾也是很多的花,然后很强烈的冲击。 然后他这种是,好像是很热闹,很大的鸟,很强烈的冲击,很红的颜色,很稀奇的颜色, 可是他前面又是寂寞,就是两种相反的东西在对称他们。 不过,其实他这有一点就是那种,园林的一步幻景感, 你看,就开始他在屋子里面看纱窗,然后他手扶那个香楼,就是视春, 然后你后来就到了灰廊上面,对不对? 然后你那个,一般音舞是掉在灰廊上面嘛, 然后你通过那个避音舞,因为他是静景,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眼臭那个红腔尾,其实他那个大小是,对不对? 而且那个镜头是在于,远中镜头。 所以我觉得事实的好处就在于,他就会营造一种, 就好像,比如说,你想告诉别人一个什么道理或故事, 就是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跟他讲一个故事, 就像《活经》一样,他跟你讲, 普遍夫讲无数个故事,但是可能, 因为人的生活总是相似, 你从里面有某一点会触及你的内心, 那一点可能就,让你就突然就感悟了, 或者什么的,我觉得那个就是, 因为他包含了太多的就是你的心酸啊什么, 或者是喜乐啊,就在里面, 我觉得那个是完整的信息在里面, 就像电影啊,还呈现那个画面感,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他每一首诗都从某一点, 表现了私人的一种性情啊,性格。 我觉得这个是他后面一句, 就是收得非常的草, 不是草率吗? 就是在最后一句, 就说前面都是前四个字这个年纪多, 就是日射沙窗, 然后风汗飞嘛, 但最后一个他是碧鹦鹉兑红墙威, 然后我就觉得他故意收得很草率, 但是就是营造出一种很强的一种空虚感, 很强的空虚感在里面, 他就是随便的, 他就好像随便的收了一个尾巴, 就最后一句的时候。 古诗他是讲诗柜寒序, 诗柜寒序有人做到的不太多, 李商银是做得非常好, 在这一点上他是做得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特点, 所以让他的诗非常成功, 当然有其他方面, 但是含序这个特点, 他不愿意就是直接跟你说明一点什么, 直接说出什么, 他让你有空间, 让你可以不断的从不同角度去解释, 所以有的直接说明到, 这是这样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那就完了。 所以他就最后的空间感还是要放开, 就比如说像李后祖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其实觉得最后这一句很好, 所以他觉得不太好, 我觉得比较。 我没说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强, 突然他这样子有点变化之后, 让你感觉到很无力的空虚感。 看似随便, 其实用心很低。 其实很多学者也有批评。 最后一句吗? 不是这首诗, 有一个叫季晓兰的嘛, 他就常常批评, 正在我这个书上面, 他常常批评, 你相信这句话太浅, 太浊, 不太好。 那是最后一句吗? 不是这一首诗。 然后这个是对接了一些词语, 所以并不是说他的都是很好的, 即使是学者, 他也说他们也说他不是很好的。 看他后面还有没有? 他后面就有一个西困题嘛, 他们都在学习他的, 可是学习他学好的并不是很多。 然后有一个清代有个叫黄景仁的, 他写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句子是, 是指星辰非卓叶, 为谁风陆立忠修。 后面决定, 就是黄景仁写的, 他就是学杜甫也学李商隐, 他是学的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张爱玲他也受的很好, 他就是每次都, 你觉得他有学李商隐的感觉吗? 不是说原的, 我觉得他是中国文人里面, 他所有的故事都是圆的, 就是不管是小财源, 或者那种故事, 你看到他所有的结局那句话, 都是跟前面是远回去的。 他就是非常有天分, 非常有天分。 对, 这个是一种感觉来把握。 就是他可能, 虽然学的是小说和赏文, 但是他里面就是, 我觉得是这种传统其实。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就是说, 还有什么想说几句的总体来说? 哦, 已经刚才到新鞋了。 其实对, 我也不是说我来讲, 我就有什么高见, 我只是说, 我希望把其他学者的一些看法给你们, 或者我作为一个人, 我的一些看法给你们, 所以可以引发你们的观念, 或者你们可以去读一读这些书, 读一读他的, 除了无题诗、厌题诗之外, 其他的一些诗啊, 很不错, 或者要去读读其他诗, 古典文学这个保障, 是这个什么? 免费的。 我觉得这个讲座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学了很多东西, 大家也是很参与。 就是说,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对这个李善人所认识的只是某一部分, 现在就比较全勉一点。 而且, 大家的反应, 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 就是, 切到里面的事情。 所以, 这个讲座很享受, 很享受。 夏慧, 你是讲《红楼梦》还是《红楼梦》? 我非常喜欢, 其实, 如果说, 我要来做一个讲座, 我自己就会提前, 又去读一读嘛, 你也讲错什么。 所以, 对自己也是非常喜好。 我其实, 有两个题目是, 我是在那个黄鹤大学学历史, 我已经毕业了硕士, 我当时, 我的毕业论文是唐代佛教, 就是我当时, 所以, 我对财安宗是读了一些书, 而且,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财安宗。 我当时, 讲了一个读文是唐代佛教, 这题目叫《禅宗的浪漫》, 其实是批判禅宗, 因为它有太多浪漫的故事, 但是, 都是不真实的。 所以, 我们当然不想被骗, 我们想, 如果能知道一点真实, 我们都想知道一点真实。 然后, 我讲的另外一个题目是, 《红楼梦》, 我很喜欢林黛玥, 我不喜欢《玄宝猜》, 我不知道, 是不是, 现在很多人喜欢《玄宝猜》, 喜欢王西凤, 什么的, 但是, 我的审美来说的话, 我喜欢林黛玥。 你从小一直就喜欢林黛玥吗? 还是后来有改变? 我小时候喜欢《三国》, 但是后来... 后来, 差不多比较大一点, 就越来越喜欢读《红楼梦》, 因为, 《红楼梦》开始就是, 大家读读爱情嘛, 读到后来的时候, 就开始读一些, 人性社会啊, 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 你学来妙艺吗? 她太妆了。 对, 我觉得林黛玥, 你不管她的性格, 可能你不喜欢, 但是其实她是个很真实的。 她是一个很真正的... 那最真正应该是秦文吧? 秦文, 秦文和林黛玥是一个秦文很真实的。 她怎么装啊? 也就是秦文啊, 所以, 所以, 大家很想, 你家老师最喜欢的是秦文啊? 有没有人喜欢学宝餐啊? 我不喜欢学宝餐啊? 我不喜欢学宝餐啊, 我觉得我最近开始喜欢她了。 我讲《红楼梦》的题目就是, 对比林黛玥和学宝餐。 不过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 就是能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去对比她们。 因为本来我就喜欢林黛玥, 但是我从书里找了很多, 很多资料去证明我的。 混合体了。 所以她们俩上词都是一首词。 我觉得, 可是你要把它完全分开对立, 大概, 曹雪芹会有点难过。 我的那个论题就是说, 你们不要被曹雪芹骗了, 其实曹雪芹他喜欢林黛玥, 他不喜欢学宝餐。 哦, 那我就找了很多证据来证明我这个论点。 我想这个大概可能又是, 更像我听你的论据。 是谁认为曹雪芹喜欢学宝餐? 我的论点是曹雪芹喜欢林黛玥, 然后我在我的讲座, 这个讲座, 我的论点是曹雪芹喜欢林黛玥, 然后我找了很多论点来证明我这个论题。 你觉得论据是文本论据, 还是别的学者的, 红学的论据? 又有别的学者的, 就是我喜欢收落一点别人的看法, 提供给大家, 可能你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那种去收集, 我喜欢尽量多的收集点不同的看法。 曹雪芹你说她有点喜欢林黛玥, 是什么意思? 是说她是贾宝玉的带入喜欢她, 还是说她偏爱这个角色? 我是说在书里面, 曹雪芹特别刻意的把林黛玥和薛宝才放在同样的重量, 好像写了这个就写这个, 各有各的好处, 好像是一个东西的两半。 她好像想给读者提出一个, 就是表现出他们都同样的好, 等同的, 都是50%, 都是50%, 没有谁高谁低, 但是这是一个假象, 其实我想论证的是这个。 我觉得她还是从贾宝玉的角度来看, 因为她和林黛玥的部分, 她和林黛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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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曹雪芹, 如果是作者的话, 我觉得她对她比下每一个人物, 她都爱着。 她觉得贾瑞, 我觉得她都爱着。 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把人性的不堪写出来, 然后你觉得说, 其实你的人生中, 你大概没有做, 但是你可能会有没有样的一个比较。 但是后来, 其实贾宝玉她后来还是跟薛宝太, 其实她接受她的比较。 那个都不是曹雪芹姐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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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那么样,对。 不过这个跟你山营有相通的地方, 这个没有正确的错误的, 这个就是说, 我说我的看法, 我找我的论点, 你说你的看法, 你找你的论点, 你为什么有这个看法, 跟你的人生经历, 跟你的学识, 跟你的修演, 跟你的性格都有关系, 所以没有, 绝对没有说, 喜欢林大雨就好一点, 喜欢王西凤就差了。 好,好, 下次我逼你, 为什么, 美国人都喜欢王西凤。